穿越到星穷铁道成为一名附魔师 而我随手附魔的勾 便可拥有恢复一切的治愈之光 意外附魔的刀斧 竟变成了斩杀妖魔斜碎的神器 若是对自己使用附魔 我将直接化化为 崩体世界最强大的神灵 但在这之前 我还是个天天待在家里的二次元宅男 可就在我保底抽出垃圾物品 气愤地准备卸载游戏时 却发现自己穿越到了星穷鬼道的世界 并且此刻还被银宗铁卫当成了敌人 眼看着落下巨斧要将我的头颅斩下 我忽然开口打断了 无知的银宗铁卫 你们难道不知道神迹吗 存护星神从来没有抛弃过我们 而我就是被他选中降下的神迹 银宗铁卫听到这里也是一愣 毕竟我是在被冻成冰雕的 仙代驻成者中出现 他们认为存护星神选中的神迹 怎么听怎么都太梦幻 你说你是被存护星神选中的神迹 那么你一定是存护命徒的神使 不过你怎么能证明自己呢 听闻我有些慌 本想忽悠一下他们捡回条小命 没成想这银宗铁卫 竟发现了我话里面的漏洞 但就在此刻一道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听 检测到宿主成功穿越 恭喜宿主获得新职业神级附魔师 你能够对任何物品进行附魔 选择附魔提升的属性效果增幅百倍 并且有百分之百的概率 对附魔物品进行特殊增幅 听闻我顿时一震 在环顾四周后发现了一处刚点燃的剪一钩 接着对着那团简易勾 进行附魔 下一秒回了一团白色光芒突然射出 原本快要熄灭的篝火 一下子窜的脑包 这时篝火的属性也在附魔界面展示了出 此篝火拥有治愈之光 能够以极快的速度 治疗愈和身上的伤口 而此时坐在篝火旁的那些银宗铁卫 一个个也感受到了篝火的与众不同 他们身上被冰冻结痂的地方 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 看着眼前这一幕银宗铁卫很是惊讶 在将架在我脖子上的刀斧被撤去后 激动地握住了我的手 先被 您真的没有骗我 存护心神一直没有从雅利洛离开过 他真的一直都在注视着我 而越来越多的银宗铁卫站了起来 他们看向我的目光热切又坚定 重复着相同的口号 以银宗铁卫的荣光为名 捍卫著成者荣誉 我被他们的气氛感染斩钉截铁道 放心吧 有我在 我不会允许贝洛伯格沦陷 贝洛伯格 可可利亚 都有我来守护 在短暂的交谈后 我知道了这只银宗铁卫此行的任务 他们兵源上出现了数量庞大的猎界缝隙 反物质军团正准备向贝洛伯格发起新的一轮攻势 而负责巡逻的银宗铁卫 斥后大部队已经与其兵刃相交 他们则是被临时挑选出来 向大守护者禀告此事的快速反应小队 此时银宗铁卫恢复完伤势后对我说道 先贝 短暂的休整完毕 我们该继续赶路了 听闻我点点头 但就在这个时候 暴风雪远处几个人行的轮廓突然凸显出来 见此我严肃道 我想 我们恐怕走不了 话音落下出现许多由外宇宙物质凝聚而成的怪物 他们手中握着银宗铁卫的武器向我们进攻而来 一望无际的纯白冰原 漫天风雪里 一群人正加紧赶路 风雪沾满了他们的脸庞 唇角被动的发黑发紫 脚下迈出的步子也愈发艰难 快 再快一点 我们必须把消息传递回去 前线的同伴们暂时替我们拦住了反物质军团的攻势 我们不能让他们的牺牲变成白费 我们 真的回得去吗 最后一句话从人群中响起 一时之间 所有人都沉默了 寂静无声的指剩下 那永远也不会停歇的漫天风雪 草 这垃圾游戏 抽个警员刺刺大保底 我玩你嘛 就在这时 一道不和谐的声音忽然从人群中传出 所有人都诧异地看向身后 角落里 一个本该已经被彻底冻僵 生机近乎全无的年轻人 忽然猛地爬了起来 他先是一脸愤怒地握紧拳头 挥舞了几下 带到他回过神来看向四周时 又错愕愣住 我这是 在哪 林七叶摇晃着脑袋 刺骨又胀痛的头颅里 原本不属于他的许多记忆 开始如潮水般涌入融合 这里是 雅力落 我穿越到了星穷鬼道的世界 看着周围那些身穿银色盔甲 剑杂着深蓝色条纹 明显是银中铁卫打扮的士兵们 林七叶终于是回过神来 可是 林七叶发现 那些银中铁卫看自己的眼神里 好像透露着几分震惊和不可思议 还没等他开口 锋利的刀斧 就已经落到了他的咽喉部 一个银中铁卫开口道 明明已经被冻成冰雕 不知道多少年 怎么可能就这样复苏 一定是敌人无疑 慢着 反物质军团的怪物们 根本不会使用阴谋 他未必是我们的敌人 胡说 你知道这些 被冻死在冰原上的冰雕里 是什么人吗 他们是著成者 是已经不知道 死去多少年的仙辈们 怎么可能复活 最先开口的那个银中铁卫 眼看着就要落下巨斧 将林七叶的头颅斩下 千军一发之际 林七叶忽然开口打断道 无知的银中铁卫 你们 难道不知道神迹吗 林七叶无视了脖子上 被架住的风锐 他一脸平静淡定地看着对面 存护心神 从来没有抛弃过我们 而我 就是被他选中 降下的神迹 林七叶的话无比笃定 就跟真的一样 有鼻子有眼的 还真有那么一丢丢严 丝合缝的逻辑在 原本对林七叶 喊打喊杀的银中铁卫 听到这里也是一愣 有些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被冻成冰雕的 先代著成者复活 存护心神选中的神迹 怎么听 怎么都太梦幻 你说 你说你是被存护心神选中的神迹 那么 你一定是存护命途的神使吧 证明自己最好的办法 就是向我们展现一下 存护命途的力量 这个银中铁卫的脑袋 居然没有被寒冷天气冻上 一下子就发现了 林七叶话里面的漏洞 林七叶愣在当场 存护命途 这是游戏里面 活主的命途啊 自己哪里会 完了 这下牛皮要被吹爆了呀 周围的银中铁卫 见到林七叶忽然不说话 几个人对视一眼 十分默契地靠近过来 微不可查地对林七叶形成包围 就在此刻 一到只有林七叶能听到的声音 在他耳边响起 定 检测到宿主成功穿越 获得随机系统奖励 系统奖励已随机 恭喜宿主 获得新职业 神级附魔师 行记一 初始天赋 附魔 你能够对任何物品进行附魔 略微提升目标的固有属性 该效果持续一段时间 行记二 神级天赋 百倍增幅 当你进行附魔时 你选择附魔提升的属性效果 增幅百倍 效果持续时间 增幅百倍 行记三 神级天赋 命运恩赐 当你进行附魔时 有百分之百的概率 对附魔物品进行特殊增幅 特殊增幅的效果 包括但不限于额外属性增幅 额外能力增幅 额外特性增幅等 穿越金手指 这不就来了 林七叶听到这里 精神顿时一震 他感受着 自己被系统加持下 身体发生的变化 再看向四周 那些银宗铁卫 虽然穿着盔甲 但身上仍被冰霜冻的一片雪白 动作肉眼可见的僵硬 可他们仍警惕地束手着 保卫着身后的贝罗伯格 林七叶想到这里 他的神情忽然变得振奋起来 在游戏里面 大守护者可可利亚 最终被刀的结局 并不让他满意 但是在这里 一切都还来得及 存护命途的力量 对吗 林七叶一边喃喃着 一边看向了身旁 不远处刚刚点燃的简易篝火 简易篝火 原属性 驱寒直 一 照明度 一 评价 这是一团随时可能熄灭的 破 勾 火 他伸出手 对着那团简易篝火 在心中默念叨 附魔 下一秒 令人震惊的一幕 出现了 原本被暴风雪肆虐 压得随时都有可能 熄灭的微末篝火 突然被一团耀眼无比的 白色光芒笼罩 直至光芒消退 篝火一下子窜得老高起来 在零七夜的视线里 那团简易篝火的属性 也在附魔界面展示了出来 简易篝火 附魔 驱寒直 一百 照明度 一百 命运恩赐 治愈之光 能够以极快的速度 治疗愈合身上的伤口 评价 这是篝火 不 这是神技 不只是附魔面板 原本坐在篝火旁的那些营宗铁位 一个个也感受到了篝火的与众不同 他们身上 那些被冰冻结痂的地方 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 他们僵硬冰冷的躯体在恢复温度 握紧武器的手部关节 再重新拾回感知火光 驱散了寒冷 带来了光明 治愈了伤口 不可思议的篝火 看着眼前这一幕 原本十分戒备的营宗铁位 终于放下心来 不止如此 他们的眼神变得激动起来 架在脖子上的刀斧被撤去 一名营宗铁位 快步走上前 一把握住了零七夜的手 仙辈 您真的没有骗我们 存护心神 一直没有从雅利洛离开过 他真的 一直都在注视着我们 以营宗铁位的荣光为名 捍卫著成者荣誉 越来越多的营宗铁位站了起来 他们看向零七夜的目光 热切又坚定 重复着相同的口号 零七夜被这样的气氛感染 他忍不住抬起头 眺望远处 还只是模糊轮廓的贝洛伯格 斩钉截铁道 放心吧 有我在 我不会允许贝洛伯格沦陷 贝洛伯格 可可利亚 由我来守护 篝火旁 所有营宗铁位都已经恢复大半 他们目光感激地 看向篝火的正中央 零七夜坐着的地方 如果不是零七夜 他们会有多少人 能够成功走出风雪 还是像那些无数被留在风雪里 变成冰雕的仙辈们一样 仙辈 短暂地休整完毕 我们该继续赶路了 不用叫我仙辈 就直接称呼我的姓名 零七夜好了 零七夜一边摆了白手 一边听言站起身来 从刚才短暂的交谈中 他知道了 这支营宗铁位此行的任务 兵员上出现了数量庞大的列界缝隙 反物质军团正在完成集结 准备向贝洛伯格 发起新的一轮攻势 负责巡逻的营宗铁位 赤侯大部队 已经与反物质军团兵任相交 他们是被临时挑选出来 快速返回贝洛伯格 向大守护者禀告此事的 快速反应小队 只是因为极端严寒天气的缘故 撤离的路走得十分艰难 眼看就要被冻死 在这风雪中的时候 灵七叶出现了 既然如此的话 那么我们事不宜迟 现在即刻动身 灵七叶作为穿越者 他当然知道 反物质军团 以他们现在 这支营宗铁位小队的实力 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其他营宗铁位文言 也已经各自离开篝火 准备动身 就在这个时候 远处永远也不会停止的 暴风雪中 几个人形的轮廓 突然凸显出来 我想 我们恐怕走不了了 灵七叶的语气一沉 他看向风雪中 走出的这几道人影 他们并不是任何一个 熟悉的银宗铁位 而是一个个红色或蓝色 由外宇宙物质 凝聚而成的怪物 他们手中握着 原本属于银宗铁位的武器 一步 一步 从风雪中走出来 靠近了篝火 是篝火 篝火的光亮 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这些裂界怪物 他们出现在这里 是不是也就意味着 前线 失守了 队长 我们的后方 也有裂界怪物 队长 左边也有 队长 为惊骇地看向四周 原来在不知不觉间 他们已经被这些 裂界怪物团团包围 被称作队长的 银宗铁位 也就是之前 最先对灵七叶 动手的那一位 他的目光却越过人群 投向了一直没有 开口说话的灵七叶 灵七叶先辈 您作为初代著成者 又是存护心神的心事 比我更有资格 率领银宗铁位 请您下达指令 灵七叶没有推诿 看着周围那些 步步紧逼过来的 裂界怪物 他当仁不让站出来 下达了最新的指令 所有银宗铁位听令 你们当中 跑得最快的两个人 是谁 随着灵七叶话音刚落 两个年轻的银宗铁位 站出来 你们两个 继续向贝洛伯格撤离 用最快的速度 向贝洛伯格 汇报前线战况 并请求支援 是 其余银宗铁位 随我一起 迎敌 随着灵七叶的指令下达 所有银宗铁位 开始做出反应 被选择出来的 看着他们渐渐被风雪 重新吞没的背影 一旁的银宗铁位队长 犹豫过后 忍不住开口道 这 仙妹 您要不也跟他们一起 胡说 灵七叶毫不犹豫地 打断了他想要说的话 在古老的年代 银宗铁位 只有一种退休的方式 那就是死亡 我不可能退 我立下的誓言告诉我 贝洛伯格必将在暴风雪中 毅然不可动摇 同他的子民 一起走向最终的胜利 银宗铁位 出击 银宗铁位 出击 出击 所有银宗铁位 被灵七叶的语言感染 他们发自内心的怒吼出声来 残破但坚韧的盔甲 披在身上 他们迎着风雪 也迎向了那些裂界怪物 杀 冲出去的银宗铁位身后 灵七叶没有动作 他虽然是穿越者 但他没有战斗能力 相比较于战斗 他有着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在灵七叶的眼中 一个个不同的物品属性面板 正密密麻麻 罗列在他眼前 轻微破损的银宗铁位护甲 防御值 56 平架 由贝洛伯格精心打造的护甲 能够简单抵御刀刃的攻击 严重破损的银宗铁位护腿 防御值 18 平架 破烂不堪的护腿 他已经很难在帮助 抵御外界攻击 略有磨损的刀斧 攻击力 74 平架 他能砍死一头裂界怪物 但是两头呢 没错 这些物品属性 就是那些银宗铁位们身上穿戴着的 武器装备的属性 灵七叶深吸了一口气 倒灌的凉气 裹挟着风雪 让他从口腔 一直凉透到了副腔 也让他的头脑 再次清醒过来 那就 来吧 灵七叶目光紧紧盯着这些面板 他没有再迟疑 通通给我 附魔 一团团质白的光芒 从灵七叶的双手间涌出 他们朝着那些冲向战场的 银宗铁位身上包裹去 然后没入装备和武器之中 他的精神力也一下子 被消耗到了一个恐怖的量级 整个人更是摇摇欲坠 随时都有可能倒下来 但看着眼前更新过后的属性面板 灵七叶终于是放下心来 他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值得的 附魔后的银宗铁位护甲 防御值 5600 9000 命运恩赐 大地之护 每30S能够在身体周围 凝聚一层由大地力量汇聚形成的 土黄色护盾 它能够帮助抵御外力攻击 评价 被神级附魔师附魔以后 这件护甲似乎拥有了全新的灵魂和能力 穿上它 你将舍不得再拖下 附魔后的银宗铁位护腿 防御值 1800 6000 命运恩赐 疾风行者 风赐予了全新的力量 额外提升穿戴着100 的行动速度 评价 这是画符朽为神奇的附魔杰作 如此大势的作品 却出现在一个普普通通的护腿上 真是让人惋惜 不过 去追逐风吧少年 不要回头 附魔后的刀斧 攻击力 7400 1万 命运恩赐 力量全涌 握住刀斧的持有者 将被冠以每秒100点的体力恢复速度 并随着杀敌数量的增加 持有者的力量会缓慢叠加 最高力量叠加上限999 评价 一剑神器 拥有它 你将短暂拥有斩杀神明的力量 所有被灵七夜附魔以后的银宗铁位 都感受到了自己身上穿戴的装备和武器的变化 他们原本汹涌澎湃的战役 那些比自己身高还要庞大一倍的裂界怪物 他们恨不畏死地冲杀上去 刚一交手 银宗铁位惊讶地发现 似乎有什么地方不对 为什么 这些裂界怪物那么弱 他们甚至攻击不破我的防御盔甲 为什么我一斧头下去 这裂界怪物就像纸壶的一样 被劈得粉碎 我能感受到 我的体内有源源不断的力量在涌出 我的速度 我跑起来的速度 甚至超越了风雪 超越了风 随着一声声银宗铁位的惊呼声响起 所有人都默契地在脑中浮现出一个人的名字 灵七叶存护心神选中的心事 复苏后来拯救整个雅利洛的命途之人 他真的 做到了 在灵七叶的附魔下 每一个银宗铁位 都被打造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战神 他们在战场中不断厮杀着 裂界怪物的尸体遍地都是 放眼望去 茫茫多的裂界怪物 还在朝着这里涌来 他们仿佛无穷无尽一样 就算是战神 也终有历劫的一天 这些银宗铁位 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他们只知道 要杀到眼前 再也看不到一个敌人为止 在这之前 他们挥舞刀斧的手 就不能停止 一个 两个 三个 十个 二十个 三十个 一百个 一千个 一万个 整个苍茫兵园上 如今已经变成了 一片疮痍的修罗场 本来雪白的兵园 被更离出了无数裂痕 血液在这些裂痕中流淌 竟然成了一片鲜红 数不清 裂界怪物的尸体中 只剩下十几个银宗铁位 还在战斗 他们的意识已经麻木 只剩下战斗的本能 还在继续 零七夜即便给武器 和盔甲附了魔 穿戴盔甲武器的人 依旧只是普通人而已 他们 已经坚持得够久了 可是 为什么援军还没有到 如果 如果没有援军的话 那该怎么办 零七夜看着这最后 十几个银宗铁位 原本一支三十人的队伍 现在只剩下一半不到 更多的短暂相识的同伴 已经倒在了白矮矮的血缘里 被深埋在了这里 即便是防御值高达 上千上万的装备 一点一点地磨损下来 也破碎成了最稀碎的残渣 裂界怪物的数量 却仿佛没有尽头和极限一样 让人绝望 零七夜下意识想要退走 他的脑海中不知为何 浮现出了 与大守护者可可利亚 在造物引擎前战斗的画面 他的记忆里面 无数的著成者先辈们 为了守护雅利洛 付出了自己的全部 对于一个穿越者而言 能够站在这里 像一个真正的银中铁卫一样 守卫着他们身后的贝洛伯格 那里是所有雅利洛人 最后的净土 深渊终将侵蚀一切 包括贝洛伯格 但绝对不会是今天 零七夜的目光 落在了自己的双手上 就是这双手 却拥有着强大的穿越金手指 神级附魔师 附魔的对象 可是是世间万物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 自己同样可以被附魔 如果附魔自己 能不能挡下裂界怪物 这个念头 在零七夜脑中一惊滋生 就在难消除 他下意识 将手轻轻按在了自己的身上 一团淡淡的白色光芒 正在他的手掌间慢慢绽放 与此同时 一道系统提示音在 零七夜耳边末地响起 警告 警告 检测到宿主 即将对活体进行附魔 活体附魔 作为附魔师中 最禁忌的施展方式 它将存在难以估量的超高风险 请宿主千万斟酌 是否继续进行活体附魔 请宿主千万斟酌 是否继续进行活体附魔 系统的警告声 在零七夜耳边不断回响 活体附魔 会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 但是 在零七夜的眼前 又一个银宗铁卫倒下了 密密麻麻的裂界怪物 还在朝着这里涌来 在他的面前不远处 一个裂界怪物 咆哮着张开锯口 透明的唾液 溅落在了零七夜的脸上 他向零七夜扑过来 是另一个银宗铁卫飞扑 将它扑开 这个银宗铁卫自己 也被抱着一起 滚入了茫茫多的 裂界怪物巢中 彻底消失不见 银宗铁卫的队长 此时正握着两把刀斧 舞动的刀斧 在他身前 仿佛形成两道 夺命试杀的绞肉机 收割着无数 裂界怪物的生命 他头上戴着的铸铁面银 已经完全裂开 露出里面一张 中年沧桑的男子模样 他下意识回头 瞥见了同样 看向自己的零七夜 银宗铁卫队长 惨然一笑 卫洛伯格需要您 快走 快走啊 神使大人 不要为了我们死在这里 不值得 一道道声音 一道道身影 在零七夜身前耳边交叠 他身临其境 看着这些银宗铁卫 一条条鲜胡的生命在消失 感受着他们悍然拼杀的意志 零七夜深呼出一口气来 走 不走了 零七夜大吼着 下定决心一般 将手彻底按在了自己的身上 下一秒 他整个身体 致白色的光芒冲天起 冲散了头顶积压的厚重云层 他喊出了自己最想喊出的一句话 以存护之名 不知道是不是零七夜的错觉 在他喊出这句话的时候 他恍惚的眼神中 仿佛看到了高高的天空中 一道举着情和的挺拔人影 从天而降 一道年轻却坚定的声音 在整个空气中回荡响起 那是重复过后的同一句话 以存护之名 呼 零七夜猛地睁开眼睛 从床榻上惊醒过来 果然是做梦 我就不应该通宵感主线的 连做梦都那么逼真 死 头真疼 零七夜揉了揉眼睛 当他再次睁开的时候 面前已经多出来两道人影 你醒了 说话者是一个 模样帅气的金发年轻人 他身上奇装一幅的样式打扮 还有他身旁 矗立着的一面巨型盾牌 让零七夜 差一点脱口而出 叫出他的名字 杰帕德 杰帕德 朗道 所以 穿越是真的 我还在星穷世界里面 昏迷前听到的那最后一声 以存护之名 是杰帕德喊出来的 我这是 在贝洛伯格 缓过神来的零七夜 开口问道 是的 你和幸存的银宗铁卫们 一起被送回了贝洛伯格 在这里接受治疗 说话的是 站在杰帕德身旁的年轻银发少女 她有着雍容地穿着 两串深邃纯紫色的耳坠 随风摆动 她的名字也呼之欲出 大守护者 可可利亚的女儿 布洛尼亚 没想到 她和杰帕德 竟然同时出现了 能跟我讲一讲 我昏迷之后 发生了什么吗 零七夜一边揉了揉脑袋 一边从床榻上坐起来 略微有些虚弱地问 身边站着两个SSR 让她有些感受到压力 杰帕德点点头 开始讲述起来 我们在前线阵地的时候 接受到了两名 银宗铁卫 赤后返回的报告和救援 根据他们指出的大致方位 全部前线阵地的铁卫出动 前往增援 没有要塞的阻隔 冰原上的风雪很大 大到几乎迷了眼睛 让人无法分辨方向 即使是最有经验的赤后 也很难找到 白亚一片的冰原里面 确切地救援方位 我们找寻了很久 也斩杀了不少裂缝怪物 直到那个时候 我听到了一个人喊出 以存户之名 的时候 我知道 我们找到了 杰帕德讲述到这里的时候 他顿了顿 万幸 历史没有重演 林七夜知道 杰帕德口中的历史 是维瓦洛保卫战中 霍尔斯 哥德率领赶死队 苦手爱口长达数月 直到增援的号角回荡山谷 众人才知道 英雄们早已尸骨无存 活着的英雄 永远比死去的更有价值 说到这里 杰帕德忍不住肃穆起身 对着坐在床上的林七夜 质疑了一个最标准的 银宗铁卫军礼 以朗道之名 历经冰雪 铸成此制 永不终结 作为被冠以 铸成者 知名的守护者 杰帕德是朗道一家 现在的领袖 他永远也不会忘记 先辈们那些真正的铸成者 在为贝洛伯格做出的贡献 杰帕德怎么也不会想到 有朝一日 能够和仙辈一起 真正的面对面 这是活生生的仙辈 助成者 是存护之神派下的使徒 无论哪个身份 都值得杰帕德尊敬 大守护者有些政要需要处理 暂时还无法与你见面 所以我们将你安排在了 贝洛伯格最大的哥德宾馆 先休息两日 前线的银宗铁卫们 他们 怎么样了 林七夜摆了摆手 他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 杰帕德听到林七夜的问题 短暂地沉默了 是站在一旁的布罗尼亚开口 替他回答的 银宗铁卫的伤亡很大 这次的裂界缝隙非常多 许多裂界怪物都穿越过来 反物质军团也混杂其中 蠢蠢欲动 整个前线阵营里面 能够穿戴上盔甲 握紧武器的银宗铁卫 都已经清朝出洞了 他们 将誓死守卫 这座贝洛伯格 只是这样吗 林七夜听到这里 皱了皱眉 造物引擎呢 那些古代机器呢 他们在哪里 银宗铁卫虽然汉不畏死 但他们终究是 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即便是贝洛伯格 也没有使他们 死得如此草率的权力 古代机器和造物引擎 足以压制这一场 裂界怪物潮 为什么你们不去使用它们 林七夜的话 让布罗尼亚和杰帕德的头 都微微低了下来 他们是不想用古代机器 和造物引擎吗 不是的 是他们根本就无法使用 先辈 古代机器在亚利洛和反物质军团 千百年的战斗中 已经损坏殆尽 如今 我们对古代机器的研究 已经陷入一个无法突破的瓶颈 新的古代机器 无法被复刻制造出来 至于造物引擎 残破又缺乏核心动能 他们早就 无法投入战斗了 林七夜作为游戏党 他是真的不知道这些历史吗 不 他都知道 他说出这些话的目的 实际上只是为了再次巩固自己 初代著成者 本人设 同时也为自己接下去想要说的话 提供一个契机 把造物引擎和古代机器的残骸 收集在哪里 把地点告诉我 我要去修复它们 不能够再让营中铁卫 这样毫无意义地牺牲下去了 作为神级附魔师 林七夜不敢说百分百 但也有一定的把握 能够将原本费成渣的古代机器 和造物引擎 恢复甚至是在原有基础上 百倍地提升 有了古代机器和造物引擎 他也就有了 真正能够在这个星球 安身立命的资本 这是林七夜的目的 听到林七夜的话 恐怕要等你与大守护者见过面以后 再听从大守护者的安排了 贝洛伯格的大守护者 第三代卡卡利亚 林七夜脑海中浮现出一个 和布罗尼亚差不多漂亮的大美人模样 可惜的是 这样一个大美女 却因为想要拯救贝洛伯格 而相信星河的蛊惑 最终吸收了星河能量 成为了怪物 不过 自己既然来了 是否代表着 这一结局将可能会被改写 抱着这样的心态 林七夜点了点头 在告别杰帕德和布罗尼亚之后 他在哥德大酒店丝滑松软的床上 好好睡了一觉 第二天 林七夜是被一阵喧闹声吵醒的 让开 这是大守护者的命令 不行 杰帕德长官让我们再次负责保护先辈 不能放你们进去 放肆 你们连大守护者的命令都敢违背吗 这 放他们进来吧 林七夜推开门 看到了门口面露南色的银宗铁卫 还有和银宗铁卫 差不多穿着的另一拨人 这些人穿的是旧制军服 而不是厚重的铠甲 他们分属内务部是大守护者的亲卫军队 听到林七夜开口 那些为难的银宗铁卫 这才向左右两侧让开 实在是难为他们了 一边是大守护者的亲卫 一边是他们边防银宗铁卫 口口相传的英雄著成者先辈 得罪哪一边都不是他们想要看到的 见道路被让开 大守护者的亲卫军队走过来 语气淡漠地开口道 林七夜 对吗 没错 是我 根据大守护者的命令 你需要跟我们走一趟 走一趟 去哪里 哪那么多废话 你只要跟着我们就可以了 如果你敢违背的话 我们就要将你就地拿下 冷酷严肃的话 让林七夜心中微微一寒 熟悉的画面 差点让他有种 还在玩游戏过主线的错觉 看来这哥德大酒店 实在是一个风水不太行的地方 主角团到这里来的第二天就被通缉 自己作为贝洛伯格的英雄 竟然也被这样对待 不过 林七夜没有反抗 他想要看看 大守护者卡卡利亚 究竟想要干什么 于是 没有犹豫 他跟在这些轻卫军后边 离开了哥德大酒店 一路上 林七夜也终于看到了 贝洛伯格的真实面貌 这颗冰冷的雅利落星球上 唯一还算温暖的地方 作为仅存的人类城市 贝洛伯格 还有许多更崇高的称呼 人类抵御寒朝最后的堡垒 普拉米亚的庇佑之地 近千年前 随着寒朝的来袭 这座星球上的人类文明 也一并被冻结在了那个年代 席卷的狂风雨暴雪 以纯白抹平大地 唯有某位保护者 以其力量 庇佑着贝洛伯格这座城市 此处虽受风雪清零 人类仍得以幸存 穿过辉红的广场雕塑 永东名牌 林七夜来到了大守护者 所在的克里破堡 在克里破堡的更深处 大守护者 可可利亚 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 你就是 边防军口口相传的先辈 被存护星神选中的神使 清冷的声音 在林七夜对面响起 可可利亚正经微坐在 大守护者专门的座位上 她的目光平静但犀利 如同雅利洛最冰寒的风雪 是的 大守护者 不 你撒谎 可可利亚猛地从位置上站了起来 她的身影被背后 透过玻璃窗的光拉长 岁月仿佛未曾在这个 美丽的女子脸上留下痕迹 比布罗尼亚不成多让的绝美容颜 多了一份上位者的霸气和装目 别有一番韵味 但是 她接下去说的话 却让林七夜 无法再继续欣赏她的美貌 可可利亚冷哼一声 用冰冷的语气开口道 卫兵 把她丢抓下去 关入地牢去 严加审讯 一定要问出她的来历 大守护者 为何你如此笃定 我在说谎 笃定 存护心神早在千百年前 就已经抛弃了雅利洛 抛弃了 我们你居然说是存护心神的神识 还有这 更让人觉得好笑的笑话吗 作为大守护者 可可利亚比其他普通人知道的更多 也看得更多 对付她 在用之前的那套说辞 看来是行不通了 不过 对于这样的情况 林七叶也早有准备 作为穿越者 不要忘了 林七叶对于可可利亚和贝洛伯格的剧情 可以算是滚瓜烂熟 她当然也知道 眼前这个贵妇 韵味十足的三十多岁大守护者 在主线中和星河的那些交易 不 确切说 是历代可可利亚 历代大守护者 与星河的交易 哦 是吗 林七叶面对可可利亚的咄咄警逼 她不仅没有慌乱 反而愈发镇定自若地反问道 究竟是存护心神抛弃了你们 还是你们抛弃了原本的信仰 你在说些什么 可可利亚极为罕见地暴怒起来 她猛地一拍桌子 就要阻止林七叶 但还是被林七叶语速极快地 说出了接下来的话 你们 才是背叛者 你们放弃了自己原本的信仰 而选择了星河 选择了与恶魔交易 用千万年的风雪冰冻星球 还接受了星河赐予你们的能量 林七叶的话 像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原本还圣怒的可可利亚 突然像被抽空了所有气力一样 颓然坐在了位置上 她眼神空洞地看着林七叶 那那道 你什么都知道 真的是存护心神 存护心神 真的没有放弃亚利洛的子民 吗 林七叶眼间 看到了在她桌案上放着的 有关猎界怪物潮巨量入侵的报告 她的灵光一线 想清楚了自己现在身处的这个时间节点 所以 猎界怪物潮刚入侵贝洛伯格 外面的边防树土 还没有被完全污染 可可利亚完全投身星河的决定 还没有实施 一切 还来得及 想到这里 林七叶不再迟疑 她开口 说出了一个 让可可利亚无法拒绝的条件 我 存护心史 前驻成者 可以修复和强化古代机器和造物引擎 来终结这场猎界怪物潮 本来已经对这些事情失去信心的人们 在听到林七叶的这话之后 又重新燃起了活下去的希望 毕竟在千钧一发之前 就是林七叶让他们活了下来 现如今 他们除了相信林七叶 别无他法 你确定你真的能够做到吗 可可利亚在问这话的时候 声音其实是带着一些颤抖的 她不知道 自己现如今该不该相信林七叶 要是选择相信她的话 那自己之前所做的一切都得推翻重来 可是看着她那坚定的神色 可可利亚也带着一丝疑惑 我确定我真的能够做到 只要你愿意给我这次机会 我想之前的那些打斗 你应该都有所耳闻了 要是你愿意相信我 我可以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现在的可可利亚 还是有些纠结的 你可以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和其他的子民们做出一个决策吗 林七叶听到可可利亚的这话之后 就知道自己的计划十有八九都会成功 只不过现在需要给他们一点时间罢了 可以 不过你们最多只有一天的商量时间 因为过了一天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也不能确定 你们还是尽早做出决定 说完这话之后 林七叶便准备闭眼再休息一下 因为之前在战斗中 自己的身体损耗实在是太严重了 要是不赶紧好好休养一下的话 后面可是十分危险的 叮咚 恭喜宿主第四行纪成功觉醒 第四行纪 神级天赋 重塑 就在林七叶还准备 将自己第四行纪的功能看下去的时候 可可利亚突然推门而入 我的子民们一致决定给你一次机会 不过也就只有这一次机会 要是你不能让我们满意的话 我们一定会杀掉你 林七叶听到这话之后 也是十分明白 毕竟自己现如今说的话 就相当于给山穷水尽的人 提供了绝处逢生的机遇 要是自己不能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 他们估计会撕碎自己的 我向你保证 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 说这话的时候 林七叶十分坚定地看着可可利亚 被这种坚定的眼神看着的可可利亚 有些不太好意思地转过了头 你并不需要和我保证 只要让我的子民们可以活下去 我们将会尊崇你为我们的主 可以 不过 你得先带我去一个地方 林七叶在答应下来之后 十分轻松地将自己想去的那个地方说了出来 而可可利亚有些不可置信 你确定你要去那种地方 可不能戏弄我 那全部是被我们废弃掉的东西 要是你真的能把它给改造好的话 你都不用向我们证明你自己的实力了 我确定 看着林七叶如此的坚定 可可利亚便带了两个手下 和林七叶一起去到了存放废弃的古代机器 和造物引擎处的地方 在看到里面摆放的那些东西之后 林七叶明白了可可利亚刚才为什么那样看自己 因为这些东西 在现在这些人的眼中 看起来可是没有任何办法去修复的 怪不得之前那些人有十分趁手的武器 十分趁手的他们压根就修理不出来 可以给我一个人独处的时间吗 修理这些东西 我需要聚精会神 你们在这儿 我压根就不能集中我的注意力 跟可可利亚一起出来的那两个手下 是和林七叶一起上过战场的营中守卫 他们已经见识过了林七叶的能力 自然是不会怀疑他的 可可利亚 我们还是在外面等他吧 看着自己的手下都已经这样说了 可可利亚便同他们两个人一起去到了外面 在所有人都离去之后 林七叶这才再次打开了自己的系统查看 起了自己觉醒的那第四行级 第四行级 神级天赋 重塑 神级天赋 重塑 当对事物进行附魔的时候 能够选择进行一次重塑 重塑过后的事物将恢复自己原有的属性 并可以被二次附魔 在看清楚自己第四行级的功能之后 林七叶可是高兴得不行 本来还以为自己修复这些东西需要一些时间 现如今看来我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罢了 在第四行级的帮助之下 林七叶很快就将那些东西全部修理好了 不过半个钟的时间 林七叶十分轻松走到了可可利亚的面前 我已经将里面的东西修复好了 你可以进去看一看 听到这话的可可利亚有些不可置信地瞪大了自己的双眼 那些东西自己和手下之前可是研究过不少次呢 都没有任何的成果 他不过就是进去了半壳中 居然敢这般大放厥词 那两个银总守卫在旁边也是不敢相信 大守护者之前为了修理这些东西 花了不花费了不少的心思 都没有任何的办法 虽然说他们崇拜林七叶 可是并没有到一种十分盲目的地步 英雄 我们大守护者最讨厌说谎的人了 你可以修不好 但是千万不能欺骗他 要是欺骗他的话 后果可是不堪设想 看着这些人不愿意相信自己的模样 林七叶也有了自己的脾气 要是你们进去之后发现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把我的脑袋拧下来当球踢 可是那些东西要没有问题的话 我觉得从今往后 你们应该尊重我一点 林七叶都这样说了 那三个人自然是半信半疑地进入到了里面 在看清楚那些东西被修理后的模样之后 几个人都十分地震惊 唯一一个对那些东西操作十分熟练的可可丽亚 自然是上去开始调适了起来 在经过一番使用之后 可可丽亚已经改变了自己对林七叶的看法 我的主 雅利洛的子民们都要依靠你了 你是上天派来拯救我们的 你就是我们的神 不过就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罢了 林七叶连忙退了好几步 各位大可不必如此 我不过是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 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罢了 你们这样的话 我是真的承受不起 尤其是已经对着自己半跪的可可丽亚 让林七叶感到有些心慌意乱了起来 自己不过是靠着穿越 得到了这么一点点益处 结果这些人就把自己崇拜为神 这种感觉让林七叶心中十分地愧疚 林七叶 今日你若是不愿意成为我们的神 那就证明你不愿意留在这儿 我们现如今已经成节节败退之势了 唯有你才能拯救我们 您难道不愿意帮助我们吗 看着可可丽亚的模样 林七叶怎么也没想到 这人现如今心思居然这么深 将这样大意凛然的话说出来之后 自己今天要是不答应的话 倒显得自己有些太过分了 你们可以叫我神 可是以后见我千万不要行礼 不然我怕折受 要是你们能够答应我这些要求的话 我就永远地留在这里帮助你们 本来还在地上半跪着的可可丽亚 听到这话之后赶紧站了起来 现如今林七叶是唯一能给这个地方 带来光明的人 要是因为这些细节 而让他永远地离开这儿 那自己会愧疚死的 好了 其实你们不用对我这么恭敬的 我们都不过是普通人罢了 只不过我的能力比较突出 大家就把我当做平常人看就行了 要是你们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我是真的很不自在 是 我的神 我们知道了 看着这群油盐不尽的人 林七叶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行了行了 你们现在赶紧把我刚才修好的那些东西带走吧 要是以后有什么新发现的话 还可以随时来找我 说不定我都能够把他们给修理好呢 可可丽亚听到这话之后 连忙把自己怀中珍藏了许久的东西拿了出来 我的神 这是我珍藏已久的东西 您看看 您能帮我修复吗 因为自己天赋的觉醒 对于这方面 林七叶还是十分有自信的 你放心吧 给我一小段时间 我肯定让你满意 再把那个东西 仔仔细细地观察了一下 通过那东西的气息 林七叶判断出了他原先的模样 就在可可丽亚认为 这件事情将要花费许多时间的时候 林七叶突然把那个东西 塞进了他的手中 已经好了 你看看和之前的模样 到底差多少 要是你觉得 哪里还不满意的话 我给你再改一改 努力让他恢复成最初的模样 可可丽亚打开自己手掌的时候 看见那个东西的模样 眼睛瞪得十分的圆 那个东西 简直和损坏之前一模一样 周围的那几个银宗铁卫军 压根就不懂得各件东西 对可可丽亚的重要性 所以 在看到可可丽亚的那副神情之后 有些不解 那守护者 我们可以带着这些东西回去了吗 要是再回去晚的话 我觉得基地的人会担心 就是这句话 才将可可丽亚出神之中拉了回来 对对对 刚才是我一时间试了神 咱们现在赶紧回去吧 可可丽亚 你可以告诉一下我那个东西 对你有多么重要吗 刚才你那出神的模样 着实让我太好奇了 零七叶趁着周围 没有任何人注意自己的时候 偷偷摸摸地 走到了可可丽亚的身边 问出了这句话 可可丽亚看到零七叶 那副疑惑的神情之后 思索了一会儿 这才开口 那个是前一任守护者留给我的 之前我在对抗中 不小心损伤了那个东西 从我记事起 人们便说 那个东西是大守护者 代代相传的东西 弄坏了那个东西 我觉得太愧疚了 今天好在有你 才把那个东西修复好了 要是你不帮我 把那个东西修理好的话 我都不知道该 怎么将它交给 下一任的大守护者了 听到这话的零七叶 有些不太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毕竟自己也不过是 尽了一点微薄之力罢了 其实我也没帮到你什么 你不用这样的 当然我有些压力了 还有我希望你回去 和那些银宗铁卫君说一下 以后别那样看着我 我这人本来就不太擅长 和人打交道 尤其是那些人 用那种十分崇拜的眼光 看着我 让我感觉压力太大了 就感觉当一个普通人挺好的 如果不是那天 银宗铁卫君的情况 十分危急 我都不打算出手的 我没想过 成为任何人的英雄 我只不过是想在这个乱世中 能够有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就行了 一生都在为别人 付出奉献的可可利亚 第一次听到这话 还有些震惊 毕竟自己从小到大 听到最多的话 就是以后 你要为别人怎么怎么奉献 现如今 在这个乱世中 能被人崇拜 是一件多么让人值得骄傲的事情 反正我觉得我生来 就是为了给大家做奉献的 这是我的使命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人说 自己这一辈子 只是为了自己而活这种话呢 可可利亚在我们那个时代 我们都是为自己而活的 不为任何人奉献而付出 你以后也可以尝试着为自己而活 不用为了任何人 不过前提 是你得先改变一下自己的想法 说这个话的灵七爷 也明白自己现如今 不过是给可可利亚一个提议罢了 想要改变他那种根深蒂固的想法 还是太困难了 毕竟一个人从小接受的思维方式 就是为别人付出而奉献 现如今 让他改变这种想法 一朝一夕 压根就做不到 可可利亚 你不用着急 一时间做这个改变的 慢慢来吧 我陪在你的身边 慢慢和你一起进步改变 可可利亚听到这话之后 十分认真的点了点头 灵七爷 那你可不可以和我讲一下 你们那个世界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第一次对另外一个世界 十分好奇的可可利亚 一路上缠着灵七爷 和自己讲了许多不知不觉中 两个人就回到了基地那 基地里面的其他人 看到那些许久未使用的庞然大物 都惊掉了 自己都下巴 毕竟那些东西 当初都已经坏得用不了了 结果这灵七爷 不过就是和可可利亚出去了一趟 居然能将这些东西 给全部开了回来 可可利亚这是怎么回事 这些已经废弃的古代机器 怎么还能被你们给拉回来 是啊 大守护者 这东西 难得还能再次投入使用吗 要是他们还能再次投入使用的话 那我们的基地可就多了一大帮手 以后不管处理什么事情 都会变得十分顺手的 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的话 可可利亚笑了笑 然后把站在自己身后的灵七爷 拉了出来 今天灵七爷同我一起出去 将这些废弃的古代机器 全部修理好了 各位 还没等可可利亚的话说完呢 那些子民们 在听到这话之后 全部单膝跪地 一副十分沉浮的模样 整整齐华一的动作 让灵七爷朝后退了好几步 然后将求助的目光 看向了可可利亚 想着自己回来的路上 灵七爷和自己说的那个 人人平等的世界 可可利亚便赶紧让大家 全部站了起来 毕竟 这是灵七爷最不喜欢的 感谢方式了 要是大家一直这样的话 万一逼走了灵七爷 那对整个基地 来说都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站在最前面的克拉拉 看着站在万众瞩目之地的 灵七爷心中崇拜的种子 早已生根发芽 本来自己只是以为 这个男人长得十分俊美 现如今看来 他不止皮囊吸引自己 那强大的力量 更让自己痴迷 在所有人都解散之后 克拉拉一个人 跟上了灵七爷 十分谨慎的灵七爷 在察觉到背后 有人跟踪自己之后 便使了一点小伎俩 本来还在自己前面 走的灵七爷 突然消失了 这让克拉拉不由的 一阵心慌 小姑娘 你是在找我吗 从天而降的灵七爷 站在了克拉拉的面前 这突然发生的一幕 让克拉拉直接 就瘫坐在了地上 本来还以为 克拉拉是来和自己找茬的 看到他那副胆小的模样之后 灵七爷便打消了 自己心中的那种想法 行了 赶紧站起来吧 别坐在地上 要是被有心之人 看去的话 还以为是我在欺负你呢 灵七爷 一把将地上的克拉拉拉 拉起来之后 对着他笑了笑 小姑娘 你跟着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 该不会是看上我了吧 哥哥告诉你 哥只是个江湖传说 千万不要对哥动心 不然你会 七爷哥哥 就是喜欢你 我觉得你是个大英雄 我特别崇拜你 你可不可以和我 永远在一起啊 十分自恋的灵七爷 在听到这话之后 一时间卡壳了 他是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地方的女孩子 居然这么的大胆奔放 明明刚才还被自己 吓得坐在了地上 现如今 居然能够说出来这样的话 小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 你家在哪 我现在送你回去 七爷哥哥 我的名字叫做克拉拉 我知道我家回去的路 你不用送我 我明天还会来找你的 说完这话之后 克拉拉就跑掉了 一转头 看着站在那里 似笑非笑的 可可利亚林七爷 倒有一些不太好意思了 你笑什么笑啊 刚才你明明在这站着 为什么不出来帮我 你知不知道 面对一个小姑娘 我很尴尬的 可是我并没有 看出来你的尴尬 我看你刚才和克拉拉聊的 还挺开心的呀 而且克拉拉那小丫头 平日里眼高于顶的 整个基地里面的男人 她都不放在眼中 能够那样对你说话 那就证明 你的魅力真的是无限大 林七爷我还是太小瞧你了 说不定再过一段时间 整个基地里面的女人 都要被妮妮的神魂颠倒了 被可可利亚这样调侃的 林七爷突然凑到了她的面前 那整个基地里面的女人 包不包括你呢 大守护者 第一次和男人 靠得这么近的 可可利亚朝后退了好几步 和林七爷保持着 十分安全的距离 林七爷 我十分感谢你 可是这样的玩笑 以后还是不要开了 我是这个基地的大守护者 那些女人里面不会有我的 说完这话之后 可可利亚就离开了 看似十分坚定的可可利亚 这会儿的心跳 可是十分的快 林七爷刚才也已经看到了 可可利亚那微红的耳尖 但是 她并没有拆穿可可利亚 按照自己在现代把妹的经验来看 可可利亚这种以大局为重的人 是经不得开玩笑的 要是自己刚才继续说下去的话 说不定可可利亚 都会将自己给一个过肩衰 放倒在地上 定 恭喜宿主 您的行迹四 神级天赋 重塑 再胜一级 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林七爷可是开心得不行 自己最近就是需要这种能力 没想到瞌睡的时候 就有人递枕头 宿主 如需再次进行升级 请您修复更多的机器 我还要需要修复多少的机器 才能够再生一截 林七爷自言自语的话问出来之后 系统并没有回答他 破系统 回话 宿主 我只有提醒您的功能 并没有回答问题的功能 定 随着长长的一声 系统再次陷入了休眠之中 看着这鸡肋的系统 林七爷不由地在心中暗暗骂起了娘 每每在自己最需要的时候 都不能帮助自己 解答问题的系统要来 也没有多大的用处 正想要和系统结绑的林七爷 想起来 自己通过系统获得的四个行计 他又犧了那种心思 帮助可是十分大的 自己能够在这个世界站稳脚跟 可是和那些神级天赋脱不了关系的 要是现在解绑的话 自己现在拥有的所有东西都会消失 拥有读心术的系统 第一时间就感知到了林七爷的想法 定 系统提醒宿主 如要解绑 现在拥有的神级天赋都将会消失 宿主请慎重选择 闭嘴 恼羞成怒的林七爷 骂了一声系统之后 一个人气呼呼地坐在了旁边 系统这个时候 也十分实实物地闭了嘴 要是真的林七爷萌生出了想要解绑的心思 自己的下一个宿主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呢 如果没有任何作为的 再次被解绑 估计自己都要被其他的系统嘲笑死了 回到了可可利亚 为自己准备好的房间 林七爷一夜好眠 第二天刚出门之后 看着为自己准备好了早餐的克拉拉 林七爷觉得这个世界突然玄幻了起来 七爷哥哥 我不知道你的喜好 所以我将所有的早餐全部做了一遍 你可以挑选出来 你自己喜欢的 我每天都给你送 第一次有女人对自己这么的热切 万花丛中过的林七爷觉得有些招架不住了 克拉拉 你不用专门给我把这些东西拿过来的 我会自己去为我准备的 七爷哥哥 你刚来人生地不熟的 我帮你准备准备 没什么的 你就放心大胆地吃吧 这些东西绝对没问题的 把东西塞进林七爷的手中之后 克拉拉就赶紧跑掉了 被可可利亚派来送东西的布洛尼亚 看到的手中拿的东西之后 突然觉得自己来得有点多余了 刚才克拉拉那丫头眼中那热切的神情 自己可是看得一清二楚 你是可可利亚派过来的 没来得及走的布洛尼亚 被林七爷给叫住了 是的 大守护者让我来给您送点东西 现如今看来您并不需要了 谁说不需要的 我还要让你给我帮忙吗 布洛尼亚听到这话之后 有些一头雾水了 我的神 请问你有什么需要 听到这话的林七爷思索了一下 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式 麻烦您带我去克拉拉的家中 我想将这些东西还给他 听到这话的布洛尼亚 眼睛瞪得那叫一个大 整个基地里面的男人都想要靠近克拉拉 这林七爷居然想要把东西还给克拉拉 这一点确实让人十分的匪夷所思 不明所以的其他人 看到林七爷居然拿着许多东西 朝着克拉拉的家中走去 都有些鄙夷了起来 之前他们还觉得林七爷是个厉害人物 现如今看来也不过如此 才来一天居然已经开始 对克拉拉示好了 果然不管怎样的男人 都会败倒在克拉拉的石榴群之下 你们说这刚来的林七 要花几天时间会拿下克拉拉 我估计他拿不下 咱们基地里面那么多优秀的男人 都在追求克拉拉 那林七爷会的东西 不过是咱们都不太擅长的领域罢了 要是在咱们擅长的领域里面比拼 他还不如我们呢 哼 真不知道那样的男人 站在门口的布罗尼亚 听到旁边人对林七爷不屑一顾的话之后 便忍不住反驳了起来 麻烦你们带点脑子说话好不好 那些东西是克拉拉送给林七爷的 林七爷不想接受 所以才让我带他来克拉拉的家中 林七爷的本意 是不想把这件事情闹大的 还希望你们嘴上能有个把门的 不要将这件事情说出去 不然克拉拉的面子都会丢尽的 刚才还在嘲讽林七爷的那几个男人 脸色都十分难看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整个基地里面 对克拉拉屈之若鹜的男人数量那么多 克拉拉居然会主动对一个男人示好 这件事情在基地里面 可是闻所未闻的 布罗尼亚这种玩笑开起来 一点意思都没有 你 要是你们不愿意相信我的话 可以去问克拉拉 别在这反驳我 没有什么意思的 你们有本事就把克拉拉追到手 说完这话之后 布罗尼亚就离开了 一向都是男人对自己示好 第一次主动示好的克拉拉 看到林七爷 居然把自己准备了一早上的东西 全部给自己拿了回来 一双大眼睛里面蓄满了泪水 林七爷 你是不是特别讨厌我 所以才不愿意接受我送给你的东西 最头疼的就是 看到女人哭了 林七爷看到这一幕之后 十分无奈地按了按自己的太阳穴 克拉拉 我并没有讨厌你的意思 只不过 你对我的示好我不太好意思接受 不能无缘无故地接受一个陌生女人对我的愧疚 我希望这一点你可以明白 况且 我对你并没有男女之间的喜欢 我希望你不要在我的身上浪费时间 说完这话 林七爷便大跨步地离开了克拉拉的房间 在外面等着看戏的那群男人 看到林七爷离开了 都有些失望了起来 他们本来还以为 里面能闹出来什么动静呢 现在看来 克拉拉的魅力也不过如此 居然连一个新来的都吸引不到了 本来对男人不是特别热衷的克拉拉 看到林七爷的那背影之后 不知道为什么 心中有了一种十分奇怪的想法 布罗尼亚在将基地里面发生的事情 全部报告给克克利亚之后 便退了出去 一个人待在房间里面 将外面今天发生的事情 全部消化完之后 克克利亚都有些不太相信 光是克拉拉倒追男人这件事情 就已经足够让他吃惊了 结果居然还被男人给拒绝了 这就让他更加的震惊了 怪不得林七爷这个男人 看起来十分的不平凡 连克拉拉这样的女人都能够拒绝 那就证明 他一定是特别厉害的 克克利亚你在忙吗 我有事情 克克利亚怎么也没想到 林七爷在找完克拉拉之后 居然会来找伤自己 你进来吧 我现在不忙 有时间和你商量事情的 听到房间里面的人答应了下来 林七爷这才推开了门 走了进去 林七爷在进去看到克克利亚之后 露出了十分尴尬的神情 你有什么问题就和我说 只要我能够帮你解决的 我绝对一不容辞 本来就有些尴尬的林七爷 在听到这话后 一时间都不知道 自己到底该不该开口了 毕竟克拉拉这件事情 怎么说都算得上 是和女孩子的面子挂钩的事情 自己要是将这件事情挑明了说 会不会影响到 克拉拉在整个基地里面的声誉啊 林七爷 虽然咱们两个人相处时间不长 可是我觉得 你应该和那种扭扭捏捏的人 有区别的 要是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就赶紧说 一直这样下去 不仅耽误你的时间 也耽误我的 你明白吗 贝克克利亚这样推辞之后 林七爷这才开了口 主要还是关于克拉拉的那件事情 我对他并没有男女之间的 那种非分之想 只不过 我看他 克拉拉好像有那方面的想法 这件事情 你能帮我去劝一劝克拉拉吗 让他不要把时间浪费 在我这种人身上了 不值得的 还一直在埋头处理 自己的东西的克克利亚 在听到这话之后 抬起了头 林七你是不是觉得 克拉拉长得不够漂亮 还是你想要用那种 欲擒故纵的手段 让克拉拉更喜欢你 林七爷是怎么也没想到自己 不过就是想要让克克利亚 帮自己解决掉这个问题 居然被他误解成了这样 我没有那种想法的 我今天来和你说 这就证明我问心无愧 我对克拉拉并没有那种感觉 我觉得不和他说清楚 我心里面有些愧疚 耽误人家女孩子的时间不太好 我在这个基地里面 和其他人也不过是点头之交 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人 只有你了 你能不能帮我去 把这件事情解决掉 看着林七爷 那副十分诚恳的模样 可克利亚 只能缓缓点下了自己的头 我现在也只是能答应你 去帮你和克拉拉说一声 至于他愿不愿意放弃这件事情 我可管不了 要是最后结果不如你的意 你可千万不能来找我算账 毕竟这件事情 我也只不过是给你帮忙罢了 我从中可是没有得到任何益处的 行 只要你能够帮我就好 在把这件事情说完之后 林七爷害怕自己耽误了可可利亚的证实 便从房间里面退出去了 在房间里面的可可利亚 盯着林七爷远去的背影 一时间百感交集 他怎么也没想到 整个基地里面的男人 都将克拉拉视为梦中情人 这林七爷怎么不为所动呢 难不成他的眼光太高了 看不上像克拉拉那样的人吗 不过这些话 可可利亚并没有问出口 毕竟自己一旦问出口的话 那目的性实在是太明确了 要是被林七爷发现了自己的那点小心思 他们两个人 以后连最普通的朋友关系也做不了了 答应了林七爷的可可利亚 在处理好自己的事情之后 便去找到了克拉拉 在房间里面的克拉拉 看到可可利亚进来之后 便已经猜到了他的来意 因为自己今天可是看到了林七爷 从可可利亚的房间里面走出来了 可可利亚 我知道你今天来我的房间里面 到底是为了什么 只不过 你不用开口劝说我了 这件事情 我自己心里面已经有了打算 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碰到像七爷哥哥这样 让我心动的男人 如果让我现在放弃的话 我这辈子都会后悔死的 你还是让我大胆去追求吧 不管结果是什么样 我都接受 不过让我现在退出 我以后肯定会难受死的 我不想后半辈子都带着遗憾度过 本来还想要劝说克拉拉的可可利亚 在听到这话之后 一时间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开口了 毕竟克拉拉怎么说 也有大胆去追求自己爱情的勇气 自己连开口的那个勇气都没有 凭什么去劝说别人呢 那我就不劝说你了 只不过灵七爷让我和你说一声 他对你并没有那种男女之间的非分之想 你和他以后还是保持点距离 他主要是怕耽误你 所以让我来专门和你说一声 让你不要把所有的时间 都花费在他的身上 不值得的 克拉拉在听到可可利亚德这话之后 连忙摇了摇头 可可利亚你根本就不懂 像灵七爷那样 优秀的男人可遇不可求 能够遇到他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至于能不能和他在一起是另外一件事 只不过这过程中 我一直想要对他好 这件事情我现在已经认定了 那是你现在并没有碰到一个 让你心动的男人 如果你碰到了的话 你肯定会比我还疯狂的 就在可可利亚 还想要说点什么的时候 克拉拉房间里面发出了响动 等到可可利亚回过神的时候 克拉拉已经在厨房里面 开始做起了饭 可可利亚 要是你想吃我做的饭的话 你就在客厅里面等一会儿 我今天还要去给七爷哥哥送饭 现在时间紧任务重的 我就不和你多寒暄了 要是你有什么想吃的想喝的 你就在客厅里面随便拿 不用问我的 坐在客厅里面的可可利亚 看着克拉拉那忙碌的背影 第一次羡慕起了克拉拉那种 无忧无虑的身份 自己要是和她的身份一样的话 现如今就敢大大方方地 和零七叶表达自己的爱意 只不过 现在自己身上背负着大守护者的责任 目前对自己来说 守护好整个基地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让自己的子民不遭受任何的迫害 才是目前的重中之重 能够让零七叶留下来保护他们 才是可可利亚最需要考虑的事情 可可利亚你怎么一个人坐在外面 发了这么长时间的呆啊 刚才我叫了你那么大一会儿 你居然一下都没有答应 我已经把饭菜准备好了 全部端在餐桌上了 要是你想吃的话 自己去给你拿一些主食 我就不管你了 正准备去大家平日里吃午饭的餐厅 和早上一起切磋过的 那几个银宗铁卫军 一起去吃午饭的时候 看到克拉拉笑得十分灿烂 朝自己招手的时候 零七叶就知道 今天早晨 自己花费了一早上建立的人脉关系 一下就全部崩塌了 果然自己身旁的那几个男人 在看到克拉拉对零七叶 这副殷切的神情之后 都下意识地和零七 也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毕竟克拉拉是整个基地里面 男人的梦中情人 一个突然出现的男人 让他们的梦中情人上赶着倒贴 这让其他的男人 觉得自己的自尊心 遭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谢哥哥 我为你准备了红烧牛肉 还有一些主食 还有一个汤 你尝一尝吧 做的饭菜 肯定比餐厅里面的更加好吃 你就不用去那里面 花那些冤枉钱了 因为是饭点的缘故 这会儿去餐厅的人特别的多 来来往往的人 都打量着克拉拉和零七叶 这让一向不愿意 被太多人注意到的零七叶 感到十分的尴尬 将克拉拉拽到旁边之后 零七叶一脸认真的看着她 克拉拉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我零七叶并不是一个好人 而且对你这样的女人 我并不感兴趣 你以后不要把太多的时间 浪费在我的身上吗 我希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 以这种方式见面 下一次见面 我们两个人可以笑着打招呼 但我并不需要你为我做什么 我知道你现在喜欢我 只不过我并不想接受你的好 你不要强迫我 毕竟喜欢我是你的事情 和我没有关系 你不要打扰到我的正常生活 说完这话之后 零七叶一点都不想 顾及克拉拉的感受 直接就离开了 当看到零七叶进入餐厅的那一刻 整个餐厅里面的男人都震惊了 毕竟来送饭的人可是克拉拉呀 这零七叶居然能抛下克拉拉 进入到餐厅里面吃饭 怪不得能够吸引到克拉拉 其他男人压根就做不到这一点 一个和零七叶关系 特别好的银宗铁卫军 在自己的三无好友的窜夺之下 端着饭做到了零七叶的旁边 零七叶 你可不可以告诉一下 我你和克拉拉之间的真正关系 还有刚才他为什么来提着饭找你 是不是你让他帮你做 然后你给他一定的报酬啊 因为这是自己在这个基地里面 交的第一个朋友 况且零七叶并不想要被太多的人 讨论自己的私事 与其让他们那般捕风捉影的猜测 倒不如自己把事情的真相全部说出来 也能少一些麻烦 所以在沉默了一会儿之后 零七叶便开了口 那天我使用我的能力 修复了那些机器之后 克拉拉便一直纠缠着我 他对我有男女之间的那种意思 接连给我送了两次饭 不过今天在门口的时候 被我给拒绝了 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都那么喜欢克拉拉 他并不是我的菜 所以我觉得你们压根就不用 把我当成情敌的 那个银中铁卫军听到这话之后 也是赶紧摆了摆手 自己的目的可是十分单纯的 千万不能让零七叶给误会了 确实 整个基地里面的男人 梦中情人都是克拉拉 只不过我并不喜欢他 以后我们两个人 还是可以继续做好朋友的 至于刚才的那些事情 都是其他人比较好奇 让我在你这问一问的 你放心 我出去在外面 绝对不会给别人乱说的 零七叶相信 这个银中铁卫军的人品 并没有在这件事情上 继续纠结下去 就在餐厅里面 刚安静下来的时候 可可丽亚端着自己的饭 坐在了零七叶的对面 一想到自己并没有完成 零七叶和自己说的事情 可可丽亚有些不太好意思 如果两个人单独见面的话 可可丽亚趴露线 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 找到这么一个机会 零七叶 今天答应你的那件事情 我没做到 对不起啊 你能不能不要因为这件事情 和我疏远 第一次听到他们的大守护者 道歉的银中铁卫军 突然有些后悔 自己居然坐在了零七叶的旁边 这种时候 自己要是走的话 显得有些刻意 但要是不走的话 留在这儿 不就变成了 偷听他们两个人说话的 无耻之人了吗 为什么道歉啊 你明明没有做错什么 在你去办这件事情之前 我就已经和你说了 不管结果怎么样 我都接受 绝对不会怪罪你的 怎么我还没说什么 你自己先道道了歉 你这样 让我有很大的心理负担啊 本来以为零七叶 已经知道了事情真相的可可丽亚 在听到这话后 这才明白 克拉拉来的时候 没有将所有的事情 一五一十的 全部告诉零七叶 只不过 自己已经把话说到这种程度了 要是不告诉零七叶的话 那倒显得有些太刻意了 今天我本来想要去找 克拉拉说服她的 只不过 我还没有开口 她便用她的大道理 堵住我的嘴 你还别说 她说得有理有据的 一时间 我还真没办法反驳 所以就任由着她中午 来给你送饭了 这件事情 应该给你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你能不能原谅我 要是你觉得 这种道歉方式 你不愿意接受的话 等一会儿吃完饭之后 我带你 去另外一个地方 到了之后 你一定会特别高兴的 旁边的银宗铁卫军 这还都恨不得 能够把自己给原地消失掉 毕竟听自己家大守护者的意思 应该是想要和零七叶 一起出去约会的 自己现如今 一个大灯泡 明晃晃地 坐在他们两个人跟前 确实让人感觉十分的难为情 行啊 只要你愿意 带我去 那我就陪你 只不过地方可千万不能让我失望 这件事情 可是和传话的性质不太一样的 听着零七叶答应了下来 可可丽亚在其他人都看不到的方向 偷偷地笑了一下 我知道 肯定是个好地方 你跟着我去 绝对不会后悔的 不是什么好地方的话 我都觉得丢人 不愿意带人去的 在吃完饭之后 可可丽亚将自己和零七叶的托盘 交在了那个迎宗守卫军的手中 然后就带着零七叶离开了餐厅 等到到达目的地之后 零七叶不可置信地 看着自己面前的这一片废墟 虽然说 东西看起来全部都破破旧旧的 但是只要自己能够全部修理好这些东西 在日后的打仗中 那可是能够发挥大作用的 可可丽亚这些东西的修理 全部都仅有我的手 这些过程里不能插手 这一点你能够答应我不要 是你能够答应的话 我保证在三天之内 一定把这儿的所有东西 全部修理好 怎么样 本来就是想要带着零七叶 在这儿来碰一碰运气 结果没想到能听到这种话 可可丽亚赶紧点了点头 生怕自己点得慢了 零七叶要是反悔 那自己的那些小算盘 就要全部落空了 叮咚 宿主 您的第四行计是否启用 看着自己在出手的那一刻 系统弹出来的对话框 零七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事 自己能够来这么一个好地方一趟 可是不容易的 要是这次不能把这些东西 给全部修理完的话 自己就算是白来这一趟了 在 第四行计 神级天赋 重塑 的加持之下 零七叶在对上那些 看起来十分破旧的武器 修理好它们 不过就像是吃饭喝水那般简单罢了 零七叶和可可利亚他们两个人 并不知道的 是因为他们这次出来 在外面花费的时间太长 基地里面 关于他们两个人的流言蜚语 传的 那叫一个沸沸扬扬的 就连锁在家里面不愿意出去的 嗑拉拉 都听出了这些事情 可可利亚 我已经把那些东西 给全部修理好了 你给这做好一个标记 等到日后有需要的话 可以让大家来这去 或者 你在回去之后 派一批严宗铁卫军来到这里 将这的所有东西 全部给拉回去 这样的话 以后我们打仗的时候 就不缺武器了 而且挑选起来 也是十分的得心应手 至于到底要怎么做 那就看你了 我不强求的 早在没有带 零七叶来之前 可可利亚就已经想好了 自己这些东西 该如何处置呢 只不过是现在一切来了之后 这些东西 能够直接开回去罢了 就在零七叶刚想要 开口邀功的时候 自己的系统 再次传来了声响 叮咚 宿主 由于您多次使用 第四行计 神级天赋 重塑 我们将对您的第四行计 进行一进行 为期一天的冻结处理 没有给零七叶 任何反应的机会 系统就选择了当机模式 这让零七叶 忍不住想要骂娘 不过因为可可利亚 在身旁的缘故 零七叶也只能把 自己的这份不满意 硬生生地吞了下去 毕竟来日方长 自己以后找那些 系统算账的日子 可在后面呢 他们不过就是 现在抖了一下机灵罢了 到谁到底 能够笑到最后这件事情 还是一见未可知的 况且自己这两天 已经修理了这么多的东西 回去就算一时间修理不出来 什么也可以拿来当做借口了 一想到这之后 零七叶突然又觉得 自己回家的这件事情 看起来也是很不错的 可可利亚 你为什么从技师开始 就被选为大守护者了 这件事情 还有什么特别的吗 你从小到大 都要接受哪些训练 之前你的朋友多吗 因为之前自己和零七叶 不太相熟的缘故 可可利亚曾一度以为 零七叶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直到和他 在这待了三天之后 可可利亚第一次体会到了 化牢的可怕之处 他不仅在速度上略快于自己 而且在提问问题的 刁钻程度和数量之上 也是远远大于自己的 从我技师开始 大守护者这个名号 便要跟随我一辈子呢 知道我自己感觉我 已经快要嫁和西去的时候 在从新生中 选出来一个特别厉害的大守护者 让他们的父母 将孩子培养成才 以达到不至于让让的基地 没落的事情 那挑选过程 一般都是怎么样的 在挑选大守护者的 预备人员的时候 你们都有什么要求吗 比如说 在性别上 或者在父母各自擅长的领域中 还是说 要让他们对基因序列 进行一个检测 自己也不过就是 当了二十几年的大守护者 其实有些方面 自己都是 有些自己都是不太清楚的 性别这方面 卡的并不是特别死 而且 我们这个不靠科学说话的 是靠的神学 这都是由大守护者掐算出来的 就比如说 在我即将去世的时候 冥冥之中 就有一股力量牵引着我 让我去朝那个新生儿走过去 其实也就是凭着自己的第六感 让那个人来替代我的位置 如果我能早点预知到 那个新生儿的话 在我临死之前 我还能将它抚养一段时间 如果我不能早点预测出来的话 那只有在临死前 将自己这一辈子 所做过的所有事情 写成一个册子 交在下一任的大守护者手中 等到它长大成人之后 便会慢慢参透 那其中的东西 听着可可丽亚 和自己讲的这些东西 灵气也有些似懂非懂 毕竟自己还以为 这是一个需要靠血统 才能一脉相传的东西 谁知道 这么重要的位置 居然是仅凭着 大守护者的第六感 就能够决定 怪不得这儿的人 发展的并没有那么的快 这种事情 要是放在现代的话 肯定是可以震惊 所有人的存在 毕竟一个团队的领头羊 居然只是靠着 即将濒临的领头羊的 第六感挑选出来的 真不知道这些人 是怎么敢相信的 可可丽亚 我觉得 其实你可以考虑 一下自己 先从新衫里面 跳出来几个聪明的 然后将他们一起培养 红中挑出来最聪明的 让他继承 大守护者的责任 可可丽亚 在听到灵七叶的 这话之后 有些不可置信地 抬起了自己的头 灵七叶 这种东西 本来就是由上天 来决定的 怎么能培养呢 这样一来的话 到时候选出来的 大守护者 可就不是由天决定的了 看着还如此 顽固守旧的可可丽亚 灵七叶也是 十分无奈地 叹了一口气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人居然是这样 可可丽亚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现在培养 到时候从中挑选出来 那最优的 自然是能够 把整个基地 带领得更加前进了 而且 能够在整个基地中 被你选中培养成才 这也算是一种天意啊 我的出现 就如同天意一般 现如今 我给你们出的主意 也就是想要让你们的基地 更加厉害罢了 这件事情 你可以自己考虑一下 要不要实行 还是由你自己决定 在说话中 两个人已经到达了 原来的基地 在刚到达基地的那一刻 克拉拉已经按捺不住 自己激动的心情 在整个基地人的注视之下 冲进了林七叶的怀中 没有任何防备的林七叶 让克拉拉得逞 整个基地里面的男人 看林七叶的眼神 更加的不友善了 七叶哥哥 下一次你出去的时候 带上我一起吧 你知不知道 这段时间 你一直不在基地 我很担心你啊 而且只有你和大守护者 两个人出去之后 整个基地里面的人 都在传播你们的谣言 林七叶怎么也没想到 这克拉拉 现如今居然管得这么宽 连自己和谁出去 都要管 幸亏自己不喜欢这样的人 要不然以后可得麻烦死了 克拉拉 我想 有些话在我离开的时候 已经和你说得很清楚了 我并不喜欢你 我的事情也不需要你管 至于我和大守护者 两个人有事出去 别人的疯言疯语我 自然是管不了的 还希望你以后 把自己的位置能够摆正 不要过多地干涉我的生活 毕竟我们两个人之间 也就是点头之交罢了 林七叶这话说出来之后 克拉拉直接哭了 出来旁边的那些男人 看得可是快要心疼死了 林七叶你怎么回事 作为一个男人 为什么没有一点的绅士风度 是啊 虽然说你的能力出众 可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骂哭了克拉拉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他也不过是关心你罢了 就是真不知道 你这样的人 怎么能够活得这么大 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 连最基本的连香西域都不懂 本来还想在旁边 看戏的可可利亚 看着这些男人 在这讨伐林七叶 便忍不住出了声 你们是怎么回事 在打退敌人的时候 没见你们有这么大的精力 现如今对付起来 自己人倒是一套一套的 我和林七叶两个人出去了 三天修好了许多的武器 这一点 你们谁能够做得到 以后不要让我听见 你们在针对林七叶的言论了 要是让我听到的话 你们就给我全部滚出基地 可可利亚把这话说完之后 就拉着林七叶 大步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林七叶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 他们居然会这么针对你 克拉拉之前 也不是这么不明事理的人 可能是因为 他太喜欢你了 所以才会做出来那样的事情 我代表整个基地里面的子民 向您道一个歉 还希望您能继续留在我们这 不要离开 林七叶听到可可利亚的这话之后 十分无所谓地摆了摆手 反正自己留在这儿 也不过是为了帮助这些人罢了 他们到底是怎么看自己的 这一点并不重要 只要自己能够做到问心无愧就行了 反正自己到时候 把自己最大的能力 在这发挥出来 至于这些人 到底会变成什么模样和自己 可是没有多大的关系 可可利亚 这件事情 和你并没有多少关系的 你不用因为这种事情感到愧疚 你要是真的觉得抱歉 那就以后多帮我找一些 需要修理的武器 让我有点事情做就行了 把这话说完之后 林七叶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面 看到刚才在外面 让自己感觉到十分心烦的柯拉拉 现如今就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面 林七叶都想要开始骂人了 林七叶 我是来找你道歉的 我承认 刚才在外面的事情 确实是我做的不对 可我也不过是因为太担心你罢了 你放心 今天的事情 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了 林七叶也不知道怎么了 看着柯拉拉 那一脸诚恳的眼神 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 你最好就像你说的那样 这次的事情 是最后一次发生 我不希望下一次成为整个基地 里面人关注的焦点 现在已经不早了 你还是赶紧 从我的房间里面离开吧 要是被其他人看到了 我可不好解释 柯拉拉怎么也没想到 林七叶居然一点都不想 和自己扯上关系 林七叶是不是我长得不漂亮 所以你一点都不喜欢我 刚准备去洗漱的林七叶 听到柯拉拉眉头末尾的 说了这样一句话之后 叹了一口气 没有你其实长得很漂亮 只不过 我并不喜欢你这种类型的 如果以后你不再纠缠我 我可以允许你 一直出现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 我能说的也就只有这些了 这些问题 你自己回去好好想一想吧 我要准备休息了 从林七叶的房间离开之后 柯拉拉便去找到了柯可丽娅 大守护者这两天 你和林七叶一起出去 她有没有告诉你 她到底喜欢怎样的女生啊 已经准备睡觉的柯可丽娅 怎么也没想到 柯拉拉大半夜的来找自己 居然就是为了这样的事情 这个我也不清楚 毕竟我们两个人出去 也是在忙工事 私事上并没有谈论多少 不过我觉得 如果喜欢上一个人的话 应该是想要看着她好的 你今天的行为 让林七叶成为了整个基地 男人的公敌 要是你自己觉得 这样的行为可取的话 那我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看着平日里 对所有事情都十分冷淡的柯可丽娅 居然能够说出来这样的话 作为一个女人的直觉 告诉柯拉拉这件事情 肯定没有那么的简单 柯可丽娅 你是不是也喜欢林七叶 正准备出门的柯可丽娅 在听到这话之后 亮呛了一下 然后十分认真的盯着柯拉拉 柯拉拉不是所有人都和你一样的 我只是单纯地欣赏林七叶的才能罢了 我的喜欢和你的喜欢有些不一样 刚回到房间里面准备休息的林七叶 听到外面的喧闹声 赶紧抓住了一个银宗铁卫军 怎么回事 大半夜的 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吵吗 那个银宗铁卫军 在看清楚问自己问题的人是林七叶之后 这才停下了自己的脚步 敌人又开始进攻了 而且是连夜进攻的 我们必须得赶紧去战场上 帮助那些同伴们 才刚过了几天消停日子的林七叶 听到这话之后 十分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看着平日里早早都休息了的 可可丽亚房间里面的灯还亮着 林七叶就知道 他肯定是在为那件事情发愁 可可丽亚 我也想上战场 和你们的人一起打退那些敌人 正愁眉不展的可可丽亚 在听到这话之后 看着一脸坚定的林七叶 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拒绝他了 林七叶 你要想清楚 这次是实打实地上战场 和之前的那些小打小闹不一样的 这次上去之后 极有可能会丢掉自己的性命 既然整个基地里面的人 把我尊称为神 那我作为一个神 自然要肩负起自己肩膀上 所扛的这个责任 我来这就是带你们走出黑暗的 并不是让你们单纯地来崇拜我 对林七叶实力有些了解的可可丽亚 听到这话之后 沉默了好大一会儿 这才缓缓地点下了自己的头 你已经和那些人交过手了 上次就迎宗铁卫军的时候 对上的就是那批人 这次你上去之后小心一点 他们估计已经把你的模样记住了 这次应该会专门针对你 好 我知道了 你就在这里等我凯旋的消息吧 说完这话之后 林七叶便同那些营宗铁卫军 一起上了战场 而林七叶在战场上浴血杀敌的时候 可可丽亚和克拉拉两个人 着急地在房间里面 连觉都睡不好 想着上一次自己使用刑技的时候 可是昏迷了好几天 所以 在刚一开始的时候 林七叶只能靠着自己 深的蛮力和那些人拼 并不敢使用自己的刑技 毕竟现如今 战争并没有到那种白热化的阶段 自己 要是现在昏倒了 那可就影响了整个部队的进攻历程了 宿主 检查到外界有危险靠近 请问您要使用 这次系统的话 都没有来得及说完 林七叶十分坚定地点上了那个否的按钮 本来以为林七叶 只是个花架子的营宗铁卫军 看着他在战场上浴血杀敌的模样 心中都不由地敬佩起了他 毕竟上一次见过林七叶 杀掉那些敌人的营宗铁卫军 数量实在是太少了 大家并不相信 林七叶真的有那么厉害 可是当林七叶的实力 真真正正地摆到他们面前的时候 他们这才明白 原来自己永远是比不上林七叶这类人的 本来计划半个月才能打赢的仗 在林七叶的帮助下 不过用了一周时间 大家便全部班师回朝 就在可可利亚想要奖赏 营宗铁卫军的时候 谁曾想他们这次 居然十分团结地站了出来 报告大守护者 这次的守卫工作 主要是林七叶表现突出 所以我们才能大获全胜 这些奖赏 我们不好意思拿 大守护者 如果您真的想要奖赏的话 那就请给林七叶一个人单独奖赏吧 没有上过战场的那些男人们 看着营宗铁卫军 居然这么护林七叶 当即就忍不住了 营宗铁卫军 你们也太没有骨气了吧 你们是我们整个基地里面 培养出来最出色的人 你们居然在这种关键时候退缩 培养出来 你们本来就是为了对抗敌人的 林七和你们上了一趟战场 不过就是简陋罢了 你们现如今居然这么地护着他 真不知道训练出 你们这些营宗铁卫军有什么用 居然让一个外来人 能够拿得到 这次守卫工作中最突出的成绩 营宗铁卫军们 都是些直来直往的性子 听着基地里面的那些男人 居然开始阴阳怪气了起来 有一个没忍住 直接就走了过去 把自己身上的衣服全部扒开 这个是我们在上阵杀敌的时候 身上留下来的印记 你们身上有吗 我打了十几年的仗 身上留下了这些疤痕 你知不知道 林七夜和我们上了一趟战场 身上的疤痕和我所差无几 你们这些没上过战场的人 自然不懂得这是什么东西了 对于我们这些上过战场的人来说 这些东西 就是荣誉刻在我们身上的荣誉 你们这些人 整天在基地里面养尊处优的 觉得 是我们这些营宗铁卫军 分走了你们的机会 可是在每个男子成年之后 整个基地会进行一次选拔 只有实力突出的人 才会被选入营宗铁卫军 这一点在你们成年的时候 你们就已经清楚了 难道不是吗 现如今倒在这说道起来了 那林七夜也是靠着自己的实力 才和我们一起去上战场的 如果你们有人愿意的话 那下一次 我们上战场的时候 可以带着你们一起 在基地里面的那些男人 显然没想到 营宗铁卫军 不过就是和林七夜上了一次战场 居然都能够大意凛然地 为他说起了话 我们才不愿意和你们这些 粗人一起上战场呢 你们除了整天打打杀杀的 还能够做什么 基地里面的粮食 难道不都是靠着我们 所以才能够获得收成吗 如果没有我们这些普通人的话 你以为你们吃什么喝什么 你们还真的 平日里你们的供给 都是随便撒在地里 就可以长出来的东西吗 站在台上的可可利亚 显然没想到 自己的基地里面的这些人 居然已经积怨如此的深了 尤其是基地里面的这些普通男人 整天不想着 怎么去提升自己 既然把时间全部浪费在了 争风吃醋之上 好啊 既然各位要算账 那请各位先安静下来 听我好好说一说 咱们基地这些年的情况 首先每一次在上阵杀敌的时候 全部都是银宗铁卫军去的 就算银宗铁卫军的数量不够 我们也从来没在基地里面的 普通男人中挑选过任何一个人 强迫他们去上战场 每年在农忙的时候 银宗铁卫军 都会先去庄家地里帮忙收成 然后才忙自己的训练事宜 农闲的时候 我也会组织所有的银宗铁卫军 去每家每户帮忙 重活粗活都是银宗铁卫军干的 这些你们没有什么意义吧 要是你们觉得银宗铁卫军 做这些还不够的话 那你们来告诉我 银宗铁卫军还要做些什么 才会让你们这些第一次选拔 都没有过的人 心里可以平衡一点 可可丽亚在说这话的时候 已经逼近了刚才在人群中 闹事的那个普通男人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每年农忙的时候 银宗铁卫军第一个去的 就是你家吧 难道这么多年下来 你都没有好好想一想 这些到底是因为什么吗 还没等那个男人回话呢 可可丽亚接着开口 那是因为你实在太懒了 就是因为你自己太懒了 银宗铁卫军们 老是害怕下了大雨 影响你的收场 所以每年第一个去的就是你家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次你针对的不是银宗铁卫军 而是被银宗铁卫军 拥护起来的灵漆夜 对吧 那个男人在听到这话之后 整张脸涨得通红 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下 那个男人第一次硬气了起来 是 我就是对被所有银宗铁卫军 拥护起来的灵漆夜有意见 凭什么他来了这么这么多人 选择喜欢他 拥护他 就连基地里面最漂亮的克拉拉 也喜欢他 凭什么 他灵漆夜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 可以让基地里面这么多人 为他发生改变 站在人群中的克拉拉 显然没想到 这件事情的导火索 就是因为自己 在听到这话之后 克拉拉是再也忍不住了 直接就冲了出去 看着那张毫无印象的脸 克拉拉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了 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觉得我漂亮 而且让你出现了 我不能倒追男人的这种想法 如果之前因为我的事情 让你产生了什么误会 我在这给你道歉 只不过七夜哥哥在我的心中 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我不希望你这样说他 他才来了我们基地几天 你都没有好好算一算 他到底为我们基地做了贡献吗 他修复好了多少人修复不好的武器 他还上战场帮我们去解决敌人 就光是这些 我就觉得 整个基地里面的人尊敬他是应该的 如果你觉得 只会舞刀弄枪的那些人 都是一些粗人 既然这样的话 那你就去学修理啊 你去将坏掉的那些机器 全部修理好 那所有人也会敬佩你的 林七夜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敬佩 自然是因为他两项都会 俗话说得好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我不相信七夜哥哥 能够在短短几天之内 速成这些东西 你要是早在十几年前 就开始学一门属于自己的手艺 现如今你也不会变成 好吃懒做的这副模样 说完这些话之后 克拉拉就跑开了 而作为整件事情主角的林七夜 从头到尾 都没有发表过任何一句话 看着周围人都逐渐散去 可可丽亚这才一脸抱歉地 看着林七夜 林七夜对不起 我是真的不知道 基地里面的人居然这么地小心眼 因为这些事情 居然在这里这般地斤斤计较 要是你觉得 我们这个基地不好的话 你可以随时选择离开 我绝对不会强留你的 看着每次 因为别人做错的事情 而找自己道歉的可可丽亚 林七夜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可可丽亚 你只是整个基地里面的大守护者 你的职责 就是保卫好他们的安全就行了 至于他们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这些都和你没关系的 这是他们的父母教的 我愿意留在这儿 就是因为你 如果你一直觉得愧对于我的话 我都不知道我 还能在这儿继续待多长时间了 本来心情有些低落的可可丽亚 在听到这话之后 刷得一下就抬起了自己的头 林七夜 刚才你说 你留在这儿就是因为 我是我想的那样吗 听到可可丽亚的这话之后 林七夜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可能刚才为了安慰可可丽亚 把自己的那点小心思 全部给暴露出来了 我 我 结巴了好半天之后 林七夜也不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反正我就是为了你 留在这儿的 这一点你清楚就行了 说完这话之后 林七夜倒有些害羞地跑开了 当看到那些银宗铁卫军 成群结队地勾搭在一起之后 林七夜都不知道 自己该不该上去打招呼了 就在林七夜还在犹豫的时候 那几个银宗铁卫军 已经过来主动搂住了林七夜 林七夜 我们银宗铁卫军有一个规矩 就是 每打一次胜仗回来之后 就要吃一次团聚饭 今天你也跟着我们 上了一次战场了 这次吃饭的时候 就把你一起带着吧 下次如果你跟着我们一起 上战场的话 回来之后 你也要主动找我们 和我们一起去吃饭 明白了没有 被人突然这样搂住之后 林七夜一时间还没有反应过来 而搂住林七夜的那个银宗铁卫军 看着自己怀中的人 好半天都没有反应 赶紧戳了戳他 要是你不愿意和我们一起 去这种兴致地吃饭的话 那就算了 这件事情我们也抢求不来的 毕竟我们本来求的 就是一个你亲我愿罢了 林七夜听到这话之后 这才反应了过来 我愿意的 刚才就是没有反应过来罢了 我没想到 你们愿意邀请 我和你们一起去吃饭 本来我还以为 我和克拉拉那件事情 在整个基地里面 闹得是风风雨雨的 你们这些人 都不愿意理会我了 那几个银宗铁卫军 也都是豪爽之人 在听到林七夜说这话之后 脸色先是沉了一下 然后很快地就反应了过来 其实这种事情 我们也不是不能接受 就是一时间没有缓过来 你这才刚来我们基地 就让我们基地里面的 大美女对你倾心 你说这件事情 放在谁身上 谁能够好受啊 而且你都不知道 在你没来之前 克拉拉对男人的态度 那叫一个冷断 我们之前都以为 她是喜欢女的 结果没想到 她是对男人感兴趣 是啊是啊 当时我都已经开始猜测 克拉拉和可可利亚在一起了 没想到 一个突然出现的 你让我们磕的 CP直接逼了 我不管 林七夜 你必须得陪我们一对 CP 就这样 一群大男人 在喝完酒之后 全部七到八歪的 各回了个家 而林七夜在回家的时候 则是碰见了 晚上睡不着出来 散心的可可利亚 可能是因为喝醉了酒 林七夜在对上 可可利亚之后 完全没有了 白日的那种拘谨 可可利亚你根本就不知道 在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看着你那 不识人间烟火的气息 我就觉得 你引住了我 在我们那个小地方 男子和女子 有一种感情 叫做一见钟情 我对你就是那样 我不知道你对我是什么态度 所以我把对你的感情 就全部隐藏了起来 要是你喜欢我的话 明天你给我一点回应呗 我一个大男人 在你们基地 有些不太好意思 我怕你拒绝我之后 我都不能在这继续待下去了 可可利亚怎么也没想到 林七夜居然是喜欢自己的 林七夜既然你这么喜欢我的话 那你就和我永远永远地在一起 陪我守护在这一片基地上 永远不要离开 可以吗 喝醉了的林七夜 狠狠地点了两下头 然后就一把 把可可利亚搂在了自己的怀里 好啊 那些银宗铁卫军们 说他之前科你和克拉拉之间的感情 从今天开始之后 就让他们去科我们两个人的吧 我会永远永远地留在这 陪一直陪着你 绝对不会离开你的 听着自己喜欢的人 和自己这么告白 可可利亚直接就捧着林七夜的脸 亲了上去 出于男性的本能 林七夜也逐渐找到了一些章法 开始胡乱地亲起了可可利亚 等到两个人气喘吁吁的时候 才放开彼此 就在可可利亚准备送林七夜回去的时候 林七夜好像突然想起来了什么一样 赶紧拽住了可可利亚的手 可可利亚 我有一个坏毛病 那就是 每次我喝醉酒之后都会断片 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我可能都会忘记 明天你可一定要提醒我 我绝对不是那种乱来不负责的人 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 只不过今天我喝醉了 今天晚上的事情 我有可能是真的记不得了 明天你可一定要提醒我 千万不能因为 我不记得 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和我生气 好不好 听着林七夜和自己说的这话后 可可利亚第一次觉得 自己面前的这个男人 还可爱得及 好 我答应你 明天我一定不和你生气 将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全部一五一十地告诉你 这样行了吧 林七夜听到这话之后 这才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一头栽进了可可利亚的怀中 开始呼呼大睡了起来 把林七夜拽回房间之后 可可利亚便在房间里面 陪了她一个晚上 生怕她因为喝醉酒 第二天起来头疼 第二天早晨 林七夜醒来之后 看着趴在自己床头的可可利亚 一时间有一些没反应过来 可可利亚 你怎么在我的房间 是不是昨天晚上我喝醉了 你送我回来的呀 听到这话之后 可可利亚第一次觉得 林七夜昨天喝醉酒之前 给自己的叮嘱 十分有必要 林七夜 昨天晚上你喝醉酒之后 发生的事情 你是一点都不记得了吗 林七夜十分懵懂地摇了摇头 我每次喝酒一直断片 如果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 每次在喝醉之后 我都会告诉留在我身边的那个人 昨天晚上 我应该和你说了 今天我会断片的事情吧 可可利亚沉沉地点了两下头 昨天晚上你和我表白了 我也喜欢你 所以我就答应了下来 我不知道昨天晚上 你说的是不是真心话 可是你在昏睡之前 你和我说过 你每次喝完酒之后 都会断片这件事情 还让我今天一定要提醒你 听到自己喝醉酒之后 居然这么的勇敢 林七夜可是开心的不行 自己藏在心里那么酒的秘密 终于可以说出来了 这种兴奋 可不是一两顿酒 就可以解决掉的 没有没有 昨天晚上 我和你说的那些表白的话 全不是我的真心话 因为在平常 我一直不太好意思和你说 可能是因为酒壮耸人胆吧 既然昨天晚上 都已经和你说了一次了 那今天我也就不害羞了 可可利亚 今天我认认真真的再问你一次 我们两个人后半生一直在一起 看着自己喜欢的男人 这般认真地问自己 可可利亚可是高兴得不行 赶紧点了点头 愿意 林七夜我也是 喜欢你的 我愿意和你永永远远地在一起 当可可利亚的这话说出来之后 林七夜没有任何的犹豫 一把就将人搂进了自己的怀中 在两个人互相对视了一眼之后 便开始捧着对方的脸 亲吻了起来 正当两个人亲吻得难舍难分的时候 克拉拉突然敲响了房间的门 切哥哥 我听那些银宗铁卫君们说 你们昨天晚上一起去喝酒了 我给你送了一些醒酒汤来 看着自己怀中小女人生气的模样 林七夜没忍住 直接扑斥一下笑出了声 林七夜 我告诉你 之前我们两个人没有谈恋爱 克拉拉追求你的那些行为 我可以忍受 可是从现在开始 我才是你的正牌女友 有些事情该做 有些事情不该做 我想你应该很清楚吧 林七夜听到这话之后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赶紧点了点头 然后就马不停蹄地 去叫门给打开 克拉拉 之前的事情 我想我都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而且现在我已经在基地里面 有了女朋友了 你不要再纠缠我了 要是继续纠缠下去的话 我怕被他误会 前几天还说自己在基地里面 没有喜欢的人 现如今 居然搬出了这样一套说辞 林七夜说的这话 克拉拉自然是不相信的 七夜哥哥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可是我有追求你的权利 这一点你并不能剥夺的 而且 你这两天 一直都在和银宗铁卫君们 一起打仗 难不成你 居然喜欢男人 和那些男人谈恋爱了吗 在房间里面的可可丽亚 显然没想到 这克拉拉居然这么的难缠 便在找准时机之后 选择了出去 看到可可丽亚 从林七夜的房间里面 走出来之后 克拉拉不可置信地 瞪大了自己的双眼 你们 你们 克拉拉的眼神 在他们两个人之间 一直交换着 而林七夜 则是十分肯定地点了点头 一把搂住了可可丽亚 这就是我的女朋友 昨天晚上 我们两个人一直在一起 就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我们互相表明了心境 决定在一起的 一个是自己最崇拜的大姐姐 一个是自己最喜欢的男人 他们两个人居然在一起了 克拉拉一时间都不知道 自己该祝福 还是该哭了 为什么是你们两个 为什么一定是你们 两个人要在一起 整个基地里面那么多男人 你为什么一定要喜欢上林七夜 克拉拉不可置信地 大声质问了起来 而可可丽亚 则是投去了十分抱歉的目光 对不起 这件事情 也不是我能够控制得了的 林七夜是整个基地里面 最优秀的男人了 我们两个人 互相喜欢点在一起了这件事情 我并不能给你一个交代的 要是你觉得 我们两个人对不起你的话 你可以打我骂我 但是我希望你千万不要 做任何的傻事 看着对自己 没有任何解释的林七夜 克拉拉十分伤心地跑开了 那个落寞的背影离开之后 可可丽亚的心里面 也空落落的 自己刚才不应该 为了那一时的赌气 而选择去刺激克拉拉的 要是那丫头真的想不开 去做了什么傻事的话 那自己这一辈子 都会良心难安的 七夜 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还是先不要让其他人知道了吧 我现在去找克拉拉 至于这段时间 我们两个人 就先不要在一起走了 我怕被其他人看见 自己好不容易谈了一个女朋友 而且还这么的优秀 林七夜 当然是想让全基地的人都知道了 听到自己的女朋友 突然说了这样一句 之后林七夜 突然像个可怜的小狗一样 可可丽亚 我都愿意向整个基地人 承认你的存在 你为什么不愿意承认 我的南部城 在你的眼中 我就那么差劲 你连一个这儿八斤的名分 都不愿意给我吗 一时间 可可丽亚陷入了 十分两难的地步 行了 你现在赶紧去找克拉拉吧 我们的事情 等到以后再说吧 要是你不愿意承认 我们的关系 那也行 要是以后 有克拉拉那样的女人 朝我扑过来 我可是没有任何解释的办法 毕竟现如今是你和我说的 不能公开我们的关系 说完这话之后 林七夜 直接就关掉了自己房间的门 然后进到房间里面去了 刚才在外面看起来 还十分可怜的 林七夜 再进入到房间里面 立刻就变了一副模样 她在窗户的缝隙中看到 在外面一脸愧疚的可可丽亚 林七夜就知道 自己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在门口等了一大会之后 可可丽亚 还是逃不过自己内心的谴责 选择了去追克拉拉 等到找到克拉拉之后 看着坐在河边的她 可可丽亚轻手轻脚地走了过去 一把将人拉到了后面 克拉拉 我知道林七夜 是你喜欢的第一个男人 没有追求到他这件事情 对你来说 可能会有些打击 可是我们两个人之间 也是互相喜欢 总不可能让我们两个人 为了成全你 然后选择不在一起吧 你觉得这样的事情 有可能发生吗 克拉拉人这一辈子 要碰到很多的人 可能现在你觉得 林七夜是最好的 说不定以后 你还会碰到更好的呢 克拉拉泪眼婆娑地 看着可可丽亚 十分不服气她的说法 可可丽亚 那按照你刚才的说法 你觉得我以后 会碰到更好的人 那你以后也会碰到更好的人 你为什么要和林七夜 两个人在一起啊 看着这小丫头 居然找起了自己的漏洞 可可丽亚十分无奈地摇了摇头 因为我们两个人 是互相喜欢啊 所以不管以后 会不会碰到更好的人 我们两个人 现在都愿意选择在一起 就光是这一点 已经足够了 我这么来劝说你的原因 就是因为 我觉得 你以后会碰到一个 你喜欢也喜欢你的人 你们两个人 可以和和美美地在一起 你可以不用花费那么多的时间 在林七夜这样的男人身上 现在在你的心中 林七夜就是一个 大英雄一般的存在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大英雄可能也会有缺点啊 我可以接受 林七夜存在缺点 你可以接受 他存在缺点吗 听着可可丽亚 和自己说的这话 克拉拉觉得 他好像就是在炫耀一样 被气得直接 哭出了一个鼻涕泡 可可丽亚你这人 怎么这么讨厌啊 你明明都已经 和林七夜在一起了 你还在我面前炫耀 你是不是盼着刺激死我 我可没有那种意思 我现在 不过就是在和你 阐明一个事实罢了 你要是想和林七夜在一起 那你就得接受 他可能存在着一些 你接受不了的缺点 而且 他只是在外面 看起来十分刚硬的模样 但是他是个 喜欢哭闹的撒娇鬼 本来还在哭的克拉拉 在听到这话之后 一阵恶寒 浑身上下都抖了好几下 不是怎么回事啊 七夜哥哥 居然还是个撒娇鬼 他怎么是那样的人呢 我本来以为他 就是喜欢玩闹罢了 结果居然还会撒娇 算了算了 我不喜欢那样的男人 本来还在哭的人 在可可丽亚三言两语之下 立刻就放弃了 林七夜这一点事 让可可丽亚没想到的 不是 克拉拉你对 林七夜的喜欢就那么浅 他不过就是喜欢撒娇 这么快就不喜欢了 克拉拉听到这话之后 有些不太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我本来就是觉得 七夜哥哥看起来 和基地里面的其他男人不一样 他实力强 还能护住其他人 平日里看起来 也是不可言笑的模样 我就是喜欢他 对我那冷酷的模样 如果他对我撒娇的话 我可真接受不了那样的男人 还是留给你去享受吧 这平日里 要好得跟一个人似的 不过就是因为三两句话 就解开了彼此之间的矛盾 克拉拉 今天我和你说的话 你要回去慎重考虑一下 以后你找男人的时候 可一定要找一个 愿意真心去疼你的人 千万别找一个 心里压根就没有你的人 而且 你长得漂亮这一点 是不真正的事实 但是你也要想清楚 那个男人 到底是喜欢你的这张脸 还是喜欢你的这个人 如果他只是喜欢你这张脸的话 等到你人老猪黄的时候 他自然会选择喜欢上其他人 如果他喜欢的是你这个人 不管你将来变成什么样子 他都会喜欢 就像我愿意接受 零七夜的各种各样的缺点 是一样的 听着可可丽亚 作为一个过来人的劝告 克拉拉点了点头 将这些话 全部记在了心中 就在这两个人 专心致志地 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突然有基地里面的 银宗铁卫军跑了过来 大守护者不好了 基地里面有男人 要和零七夜单挑 他说 早晨看见了零七夜 把克拉拉气哭了的场景 要找零七夜算账了 基地里面的其他人 拦都拦不住 我们是实在没办法了 才想着来找你的 克拉拉拉和可可丽亚 两个人 听到这话之后 十分无奈地相互对视了一眼 看来有时候太漂亮 也是一种烦恼 就像现在我可是一点 都不想要这种感觉 作为风口浪尖上的 克拉拉和可可丽亚 两个人回到基地里面之后 就看着那个男人 站在零七夜的门口 大声叫嚣着 零七夜 你作为一个男人 敢欺负女人 为什么没有脸站出来 在这儿当着大家的面承认 你不要以为 今天早晨那会儿 天色比较暗 就没有人看见了 我那会儿刚好路过 但是那会儿 我有事情要处理 我把事情处理完之后 第一时间就来找你了 今天早晨 你欺负克拉拉的事情 你如果不能给我一个 交代的话 这件事情 咱们两个人没完 急匆匆赶来的克拉拉 看到这一幕之后 十分的无奈 可可丽亚 我该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 我和那个男人压根就不说 他为什么要为我出头啊 因为他喜欢你 他想博取你的注意力 只能靠着这种 十分低俗的方法了 我一会儿 进零七夜的房间里面 去安慰安慰他 外面的事情 就交给你去处理了呀 等到克拉拉 走到那个男人的跟前 还没开口说话呢 那个男人十分大力的动作 一下就将克拉拉 给撞倒在地上了 你干什么呢 你不要打着我的旗号 在整个基地里面 我一飞坐呆好不好 我上来什么话都没说呢 你现在就把我推倒了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一向脾气不好的克拉拉 在被推倒在地之后 对着那个男人 自然是没有多少好脸色了 克拉拉对不起 刚才我没有注意到 背后站的是你 如果我知道是你的话 肯定不会有那么大动作的 行啊 既然你说是为我得来讨公道 那你就把那些事情 和我从头到尾的讲一遍 让我知道一下 你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 而专门来为难林七叶的 那个男人看到克拉拉 终于愿意和自己说话了 便将自己看到的所有事情 一五一十地全部说了出来 越听脸色越冷的克拉拉 都没等那个男人把话说完 直接就打断了他 到底是怎么认的 昨天晚上 我和可可利亚两个人一直在一起 今天早晨 我们两个人 也是一大早就去湖边转悠了 附近居民都可以 为我们两个人作证 你怎么不知道 房间里面的林七叶 什么时候把我给骂哭跑开了 因为这件事情 从头到尾 只有那个男人一人见过 所以 克拉拉便开始在这 信口开合了起来 周围的人 在听到克拉拉 说出来这样的话之后 也都开始慢慢怀疑起了 那个男人话中的真伪性 毕竟他们从一开始 也都是听那个男人在这说的 并没有听林七叶 或者克拉拉 这个当事人出来说过什么 什么啊 今天早晨一大早 我明明都见到了 你当时穿的衣服 还和这个一模一样的 怎么 难不成你觉得我和可可利亚 还有林七叶三个人 和骑火来在这污蔑你吗 还有我对你一点印象都没有 你为什么要在这 打着我的旗号 说是为了我好 我想这件事情 你应该给我一个交代吧 要是今天给不了 我一个合理的交代 你绝对是从这里走不了的 克拉拉的话音刚落 平日里和林七叶 交好的那几个 银宗铁卫军 也站了出来 刚才他们也就是 怕基地里面的人说闲话 所以一直没有站出来 现如今 当事人都已经开始 出面解释起来了 他们要是再不出来的话 倒显得他们 有些太怂了 那个男人眼看着周围的人 围得越来越多了 只能灰溜溜地离开了 但是在离开的时候 他还是恶狠狠地 瞪了一眼林七叶 毕竟在他的心中 这件事情怪的就只有林七叶 要是林七叶不来这的话 自己就不可能弄出来 今天这样 让人十分尴尬的事情了 你别用那样的眼神看着我 遇到你这样的人 我也很无语 况且 你们这个地方 我并不是特别想一直待下去 要不是有颗可利亚在这的话 我是绝对不可能留在这的 说完这话之后 林七叶就回自己的家里面去了 克拉拉在旁边 刚才听到了林七叶的话 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面居然没有想象中那般难过 布洛尼亚站在人群中 看着这场闹剧 当他看到大守护者和林七叶 相识一望的那一瞬间 他就明白了 平日里对这件事情 并不是特别上心的林七叶 为什么会突然解释了起来 原来心有所属的人 是他们的大守护者呀 看着周围的人都散去了 布洛尼亚 这才走到了可可利亚的身边 可可利亚 所以你和林七叶 已经在一起的事情 你准备什么时候 告诉整个基地里面的人啊 听到这话的那一瞬间 可可利亚的脸色 瞬间发生了变化 一脸惊恐地 看着站在自己身边的布洛尼亚 我 我们 看到他们的大守护者 居然因为一个男的 都说不出话了 布洛尼亚十分无奈地摇了摇头 你放心 这件事情 只有刚才我细心注意到了 其他人应该都没有看到 不过我觉得 你们两个人 只要开始谈恋爱 肯定会变得高调起来的 要是你们两个人不经意之中 被基地里面的其他人发现了 那我可不能保证 大家的反应会是什么样的 可可利亚听到这话之后 一脸的郁闷 毕竟在基地里面 大守护者不能结婚生子 已经变成了所有人默认的事情了 现如今 自己谈恋爱的这件事情 一旦说出去 必然会引出不少的骚动 可是 自己和林七叶确实是真心相爱 要让自己分手的话 那自己宁愿不做这个大守护者了 布洛尼亚看出了 可可利亚眼底的纠结 便过去拍了拍他的肩 没关系的 之前那些大守护者们 不愿意谈恋爱 是因为没有碰到合适的人 现如今 你已经碰到了 像林七叶这么优秀的人 我想你 应该和整个基地里面的人说一下 我看那些银宗铁卫军 挺崇拜林七叶的 就算普通子民不同意 可是这些上战场的人 肯定是十分乐意的 只要整个基地里面 有一半以上的人 同意你们两个人的事情 那这件事情就成了 布洛尼亚的话 给自己带来一线生机 可可利亚立刻就露出了笑容 行 我知道了 到时候 我会找一个合适的时间 告诉基地里面所有的人 那你可要尽快 要是在你们说之前 被大家发现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话 地里面所有的人都会感觉 是你欺骗了他们 到时候就十分难收场了 可可利亚点了点头之后 就立刻去找林七叶 商量起了对策 毕竟这件事情 可是万万拖不得的 林七叶你现在在忙吗 我有事情 想要和你商量一下 一听到是自己的女朋友 林七叶立刻放下了 自己手中的工作 赶紧给人把门打开了 有什么事情 你现在就可以说 只要是你的问题 我随时都有时间 看着林七叶这么会的模样 可可利亚的心中 闪过了一丝不太愉快的感觉 林七叶 你是不是在你们原来的 那个世界里面 谈过许多女朋友 所以 再回答我的问题 才会显得这么游刃有余啊 听到自己女朋友 这样的问题之后 林七叶也是苦笑了一下 自己好歹都是 这么大年龄的人了 没吃过猪肉 还能够没见过猪跑吗 我没谈过许多女朋友 你是我的初恋 我这么会的原因 就是因为太喜欢你了 所以甜言蜜语 才能张口就来 你刚才不是说 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 要是再不问的话 这就属于耽误时间的行为了 在林七叶的提醒之下 可可利亚这才想起来 自己来找她的初衷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事情 刚才已经被布罗尼亚给发现了 我怕时间长的话 我们会瞒不住 这件事情 我们总是得给基地里面的人 一个交代 之前基地里面的大守护者 并没有谈恋爱的先例 我是第一个 我也不知道 该怎么和大家开口 可是一直这样拖下去不说 被基地里面的人 发现他们会觉得 我这个当大守护者的人 骗了他们 后果会很严重的 林七叶也是没想到 自己不就是和可可利亚 谈个恋爱吗 居然这么的麻烦 那现在这件事情 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如果你这儿有的话 我一定第一时间配合你 和大家将这件事情说清楚 其实也挺简单的 你在基地里面的人缘怎么样 想着自己平日里 和银宗铁卫军 那群人相处的还不错 林七叶便点了点头 如果我告诉他们 咱们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话 我想银宗铁卫军们 应该都会支持我的 普通人中 我和他们 也没有太大的过节 除过今天那个人之外 我和其他人的关系 还算是不错 怎么着难道能够决定 我们能不能继续在一起吗 听到这话之后 可可利亚这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只要你们关系好就行 一代大守护者之前定下的规矩 如果基地里面出现了 之前立在大守护者身上 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那就要整个基地里面的 子民们投票决定 只要赞成的票数可以过半 这件事情 就能够继续实行下去 我们两个人谈恋爱的事情 也是这样 如果有一半的人同意 那咱们两个人 可以不用顾及其他人的眼光 好好地在一起了 一听到解决办法 居然这么地简单 林七夜这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这样的解决办法 你都不早点告诉我 我刚才都要被吓死了 我还以为到时候 我必须得上刀山下火海 才能够证明我的决心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从明天开始 就找那些银宗铁卫军帮我拉票 让我们两个人的恋情 可以放在所有人面前 看着自己男朋友 这么地有担当 可可丽亚可是高兴得不行 行了 别装了 我已经看出来 你很高兴了 既然男朋友这么棒 那你打算给我什么奖励啊 处于兴奋中 没有回过神的可可丽亚 显然没想到 自己刚才的那些小动作 居然被林七夜看得 是清清楚楚的 我给你什么奖励啊 明明你也是喜欢我的 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就由我们两个人一起解决 只不过在这之前 我还是希望你能 多给基地里面做一些事情 你做得多了 就算到时候那些平日里 不和你打交道的人 也会因为你做的那些事情 觉得你是一个十分可靠的人 说不定 他们到时候 也会给你投赞成票呢 本来还想放松一会儿的 林七夜在听到这话之后 立刻浑身有劲了起来 那行 反正这会儿天色 也不算特别早了 你赶紧回去收拾一下休息休息 我今天晚上 把这几个机器全部修好 等到明天 我再出去帮个家客户 修理一下他们平日里的 那些生活用品 我还不相信 吃人嘴短拿人手软的 他们到时候 还能够不帮我们 第二天 林七夜和那些银宗铁卫军 把自己和可可利亚的事情 刚说出来之后 那些银宗铁卫军们 都露出了十分震惊的表情 不过 大家也很快地就消化了 想起之前基地里面的那些规定 几个银宗铁卫军 瞬间就明白了 林七夜给他们说这话是为了什么 林七夜 我们几个人帮你也不是不行 只不过你怎么说 也得给我们一点回报吧 如果到时候 大家同意你和可可利亚交往的事情 你请我们吃一顿饭 不过分吧 本来还想着 这些人可能会强迫自己 听到他们的话之后 林七夜这才松了一口气 不就是让你钱一点吗 反正这儿又花不了多少的钱 不过就是一顿饭的事情罢了 行 我答应你们 等到事成之后 请你们吃饭 吃饭地点随你们挑 吃完之后 由我买单 这样行了吧 那几个银宗铁卫军 在听到这话之后 自然是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刚一开始 基地里面的那些人 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 都是十分不愿意支持林七夜的 毕竟自他们有历史以来 就从来没有大守护者 谈到林七夜 为他们做的那些事情之后 恋爱这样的事情发生 可是当看大家的心中 又有一些松动了起来 很快就到了要投票的那一天 站在台上 看着台下的那些人 林七夜先是和可可利亚 十分深情地表达了一表白了一番 把在场的所有人 都感动得眼泪汪汪的 林七夜这才将自己 和可可利亚 已经在一起的事情说了出来 各位我知道 我和你们的大守护者谈恋爱 可能让你们十分地不满意 可是我们两个人 是真心相爱的 我还是希望 能够得到大家的祝福 既然我已经来到你们那这儿了 那就入乡随俗 按照你们这儿的习俗来 可可利亚说 只要赞成的人数可以过半 我们两个人 以后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谈恋爱了 投票的箱子 我已经放在大家的面前了 你们手中有选票 可以随意选择 说完这话之后 林七夜将可可利亚带到了台下 然后就让大家开始投票了 决定全交在大家的手中 使那些普通的人 一时间陷入了两难的抉择 银宗铁卫军们 则是病则是一点都不让林七夜失望 全部投到了赞成的那一边 本来有些松动的民众 便跟着银宗铁卫军 一起将票投到了那边 剩下一些 想着自己最近 林七夜为他们做的那些事情 也都开始松动了自己的想法 不过一个小时的时间 大家整个基地里面的人 都将自己的选票 放入了箱子中 林七夜便和可可利亚两个人 将箱子中的所有票数 全部拿出来数了起来 在天色渐渐暗下来的时候 结果终于出来了 整个基地里面有七十的人 都是同意的 看到这个结果之后 可可利亚都有些不可置信的 瞪大了自己的双眼 他是怎么也没想到 林七夜居然用了短短几天的时间 让基地里面这么多的人 都愿意松口 克拉拉在旁边看着他们 两个人幸福地站在那 心中居然没有一点的波澜 就在他想要从人群中 退出去的时候 突然撞到了一个男人 你这小姑娘 怎么看起来漂漂亮亮的 眼神还不好使呢 撞到了人 怎么连一声道歉都不说 在基地里面 横行霸道惯了的 克拉拉第一次被人这样说 便抬起自己那一双大眼睛 便瞪着自己面前的那个男人 看着那个男人 一脸无所谓的模样 克拉拉的自尊心 第一次遭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居然有男人在看到自己的时候 眼神中连一丝惊艳都没有透出来 你叫什么名字啊 是哪儿的人 为什么看到我 为什么看到你没有 被你迷住吗 因为我和那些肤浅的男人不一样 你赶紧让开别挡我的路 我还想在前面去看一下 大守护者 到底找了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呢 说这话的时候 那个男人就将克拉拉给拨开了 布罗尼亚看着 已经从人群中慢慢走开的克拉拉 生怕他做了什么傻事 便跟了上去 可是当他看到这一场闹剧的时候 一时间都不知道 自己该不该上前去了 布罗尼亚 刚才的那个男人你认识不 我知道那个男人 他的名字叫做史瓦罗 他平日里不太喜欢在基地里面走动 而且居住的地方比较偏僻 你没见过他是正常的 哦 原来是这样 不过他看起来还挺帅的 他的身体看起来还挺不错的 为什么没有加入银宗铁卫军啊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我之前一直听人说 他的性格比较孤僻 可能是因为这一点 所以他并没有参加 银宗铁卫军的选拔吧 克拉拉在旁边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为什么自己在刚才看见 史瓦罗的那一瞬间 比自己之前看到零七夜的时候 更加心动呢 克拉拉 你还要出去吗 要是你想在周边转一转的话 我陪你一起 反正我今天也没有什么事情 本来还想要在周边转一转的克拉拉 再看到史瓦罗的那一瞬间 就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布洛尼亚你不用担心我的 我早都已经不喜欢零七夜了 不过一会儿 我有更加重要的事情去办 你能不能别跟着我 知道克拉拉是那种 有什么就说什么的性格 他可是从来不屑于撒谎的 所以布洛尼亚便十分放心地 让他离开了 可以 不过你今天得早点回来 要是你回来得晚 我怕可可利亚会担心你 点了点头之后 克拉拉便在人群外 等着从人群中出来的史瓦罗 果然没过多大 一会儿之后 史瓦罗便从人群中挤出来了 史瓦罗先生你好 我的名字叫做克拉拉 史瓦罗在看见克拉拉之后 一脸的疑惑 这位美丽的小姐 不好意思 我对你没有任何的印象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看到史瓦罗那一脸认真的模样 克拉拉并没有怀疑他在撒谎 刚才你进人群中 去看大守护者和他男朋友的时候 我不小心撞到了你 我还没有来得及和你说一声抱歉 你就从人群中穿进去了 我便在外面一直等着你 史瓦罗听到这话之后 投去了十分抱歉的目光 没关系 那不过是一件小事而已 说完这话之后 史瓦罗便准备离开 可是好不容易有了新目标的克拉拉 怎么可能会让他 就从自己的眼前这样消失呢 不行 对你来说是小事 一件对我来说特别的重要 为了表达对你的歉意 我请你吃饭吧 第一次被人这样纠缠的史瓦罗 听到这话之后 脸色十分的难看 我知道你是好业 想要感谢我 不过我并不需要你的 感谢你一直跟着我 只会打扰我 还希望你 看着史瓦罗的模样 克拉拉十分失落地低下了头 好吧 既然你不愿意让我请你吃饭 那我离开不打扰你了 说完这话之后 克拉拉就准备离开 这一举动 让旁边的史瓦罗满心愧疚 毕竟是自己的原因 和克拉拉又没有多少关系 自己居然和克拉拉发脾气 克拉拉 刚才是我心里面想了点事情 并没有想要拒绝你的意思 如果你想请我吃饭的话 我们两个人现在去怎么样 不得不说 克拉拉拉这一招已退为进 玩的那叫一个炉火纯青 听到史瓦罗叫自己之后 克拉拉便知道自己的计谋已经得逞了 你确定现在你能够和我去吗 我怕我过来之后 你又因为你自己的事情对我发脾气 史瓦罗十分尴尬地挠了挠自己的脑袋 这才开口 对不起啊 刚才的事情我不是故意的 要是你觉得不解气的话 要不然我请你吃饭吧 你想吃什么随便点 算了 说好是我请客 那就必须得由我来请客 我们去前面那家餐厅吧 我之前一直去那家 他们的味道做得还不错 别人请客 史瓦罗自然没有什么挑剔的余地了 跟着克拉拉的脚步便走进了那个店里 店里面准备吃饭的林七叶和可可丽亚 在看到克拉拉居然带着一个男人进来之后 他们两个人都有一些震惊 尤其是可可丽亚在看清楚那个男人的脸之后 就更加的震惊了 可可丽亚你和林七叶也来这家吃饭啊 要不然咱们四个人拼桌吧 两个人吃饭实在是太无聊了 林七叶听到这话之后 看了一眼自己旁边的克克丽亚 我们两个人无所谓 主要是看你们两个人 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史瓦罗 我 我不管什么样都可以的 你们做决定 听到史瓦罗那结巴的声音 可可丽亚就知道他还是和之前一样 真不知道克拉拉到底是用了什么办法 才把这人叫进来和他们一起吃饭的 克拉拉在加了几个菜之后 四个人便一起吃起了饭 看起来是四个人一起的 其实四个人一起的交流并没有多少 林七叶忙着和可可丽亚两个人培养感情 而克拉拉则是忙着了解史瓦罗更多的信息 吃完饭之后没等克拉拉起身呢 林七叶就将饭钱给劫了 克拉拉 我和林七叶一会儿还有点事情 我们两个人就先走了 饭钱林七叶都已经开了 你们两个人吃完可以直接离开 埋头苦吃的克拉拉 在听到这话之后点了点头 便继续和史瓦罗说起了话 从餐厅出去之后 林七叶这才把自己埋藏在心底的疑惑问了出来 那个史瓦罗的身体看起来还挺不错的 为什么之前银中铁卫军招人的时候 他没有参加 难不成他和我一样也来得比较晚吗 按理说银中铁卫军里面 就应该多招一些像史瓦罗那样的人 我看他上战场应该一个打十个没问题的 可可利亚在听到林七叶的这话之后 也是十分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不是我们不愿意招他 是史瓦罗自己不愿意参加银中铁卫军 之前招人的时候我找过他好几次 他都是不愿意 好像说和人交流有什么障碍 所以今天我看见他和克拉拉两个人一起进来之后 我都有些震惊 史瓦罗一直是我们基地里面的人 可是整个基地里面好像 除了我和史瓦罗说的话多一点 其他人都没有和史瓦罗有过太多的交流 甚至有时候基地里面有活动 大家都能够把他的名字给忘掉 一个人在基地里面居然能够活成这样 林七叶也是十分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家伙块头看起来挺大的 居然再和人交流 这方面有障碍 其实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你们应该找心理医生 到时候给他看一下 那种问题一般都挺好解决的 可可丽娅听到林七叶这种异想天开的话之后 也只能摇了摇头 之前我找人去过他家看过他 完全就是一个拒绝和人交流的状态 我也没什么办法 让克拉拉到时候和他多接触一点吧 说不定克拉拉能够解决他这方面的问题呢 对于别人的事情 林七叶一向是不太喜欢多操心的 一想到自己接下来要和可可丽娅去干的事情 林七叶瞬间就觉得自己热血沸腾了起来 好了 你就不要想别人的事情了 咱们两个人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你做好准备了没 一听到这话之后 可可丽娅这才紧张了起来 我早都已经做好准备了 咱们两个人赶紧过去吧 今天早点把这个事情给解决掉 从林七叶身边走过的几个营中铁卫军 在听到这话之后 都对林七叶投去了异样的目光 不过林七叶向来随心所欲惯了 并没有在乎这些 等到两个人到达那个地方之后 林七叶这才露出了十分开心的笑容 可可丽娅 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之前明明有这么好的地方 你从来不和我说 要不是咱们两个人在一起的话 这地方 估计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知道了 我明明有修复好这些东西的能力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难不成之前 你还想着一直瞒着我吗 可可丽娅在听到这话之后 也是十分尴尬地低下了头 自己之前 可是从来没想过 自己能够和林七叶 把关系发展成这副模样 况且 这个地方自己从可是没有告诉过 基地里面任何人的 如果我们两个人的关系 没有更进一步的话 这个地方 我应该不会告诉你的 毕竟 这是属于我的一个私人地方 基地里面压根就没人知道 你就别这样了 那现在 我不是已经把你带进来这个地方吗 你现在跟着看不就行了 事情还挺多的 要是你继续这样 胡搅蛮缠下去的话 那你就从这儿离开吧 我一个人留在这儿 看着自己眼前那些东西 林七叶可是一点 都舍不得说重话的 毕竟这儿的东西 可要比外面的那些好多了 自己要是能够 把这些东西修理好的话 以后上战场 可就不用像上一次那么吃力了 好了好了 刚才我不过就是 和你开开玩笑罢了 我现在要开始修理这些机器了 你要在旁边看吗 以可可丽亚对林七叶的了解 当她问出来这种话的时候 一般是不想要人陪在自己身边的 我出去在外面转一转 里面修理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如果到时候修出来的东西 不能让我满意的话 那你就完了 林七叶目送可可丽亚离开 这才打开了自己的系统 宿主 您确定要启用第四行计 神级天赋 重塑吗 看着这个每次都要弹出来的对话框 林七叶恨不得将这个系统给直接拆掉 毕竟每次都要这样 实在是太麻烦了 在林七叶钢点下 试的那一刻 这个地方突然发出了一股奇异的光芒 第一次看到这种场景的林七叶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不过行机都已经开启了 自然是没有停下来的理由了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之后 在林七叶面前的那几个机器 全部修好了 为了让可可丽亚少怀疑一下自己 林七叶第一时间就打开了门 让可可丽亚进来了 看看对于这个结果 你还满意吗 可可丽亚自己上了机器 开始调适了起来 在经过一番调适之后 他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 毕竟这些东西 自己以为只能当作老古董放在这里了 现在能够启用 那自然是让人十分开心的一件事情了 七叶 刚才我在外面的时候 我看见这儿发出那种奇异的光芒 应该是和你有关吧 其实林七叶想要搪塞可可丽亚的话 是十分容易的 但是在看到 他那清澈见底的眼神之后 林七叶觉得自己撒谎的话 怎么也说不出口了 确实是和我有关 不过可可丽亚 我把事情的真相和你说了之后 你不能把我当成异类 行吧 可可丽亚听到这话之后 重重地点了点头 这像是给林七叶 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样 当着可可丽亚的面 林七叶把自己所有行迹的能力 全部展示了一番 旁边的可可丽亚 看着那叫一个眼花缭乱 他从来没想到 居然还有人能够拥有这些能力 看到可可丽亚 对自己是崇拜的眼神之后 林七叶这才松了一口气 只要他没有 把自己当作异类 那么什么都能够解决了 这个是作为你今天把我带来 你这个秘密基地的交换 要是下一次你告诉我 你一个秘密的话 我也继续告诉你 我一个秘密 对于这种等价交换的事情 可可丽亚从来是不拒绝的 七叶 那你能告诉我 这些能力 你是从哪儿得来的吗 是你们那个世界的 所有人都会有 还是只有你有 在我们那个世界的时候 我没有拥有这些能力 是到了你们这个世界之后 我才有的 可能这就是命中注定吧 这一切冥冥之中皆有安排 上天想要让我用这些 特殊的能力来帮助你们 同时也是 为了让我遇到你 听到这种甜言蜜语之后 可可丽亚的脸红的 像一个西红柿一样 林七叶 你别和我说这些甜言蜜语了 你说的多了 我真的会觉得 你是那种身经百战的人 让我感觉特别的不踏实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听到自己的女朋友 说了这样的话 林七叶也是十分的无奈 自己说的甜言蜜语太多了 女朋友居然怀疑自己身经百战 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啊 在线等 我会说这些 但是并不代表我愿意 给每一个人都说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林七叶和可可丽亚这边 甜甜蜜蜜的 反观克拉拉这边进展 就没有那么顺利了 看着和自己正在大眼 瞪小眼的史瓦罗 克拉拉十分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史瓦罗 我们两个人才刚一起 从餐厅吃饭出来啊 我也没说 让你把刚才的钱和我AA掉 你为什么又不认识我了 抱歉 这位漂亮的小姐 我对你真的是没有一点印象 可能刚才只是你的错觉吧 史瓦罗在说完这话之后 转身就要离开了 自己好不容易看中的猎物 克拉拉当然就不愿意这样放弃了 想到这之后 克拉拉便跟着史瓦罗 准备和他一起回家 到达了史瓦罗家门口之后 克拉拉这才明白了 之前布罗尼亚和自己说的 史瓦罗家住的十分偏僻 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这周围简直就是荒无人烟啊 史瓦罗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要不要认识我 站在自家门口的史瓦罗 在听到这话之后 十分肯定地摇了摇头 抱歉 这位漂亮的小姐 我对你是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 你可能是认错人了吧 这话说完之后 史瓦罗一点都没有留恋 直接就关掉了自己家门 这一下 可是把站在门口的克拉拉 差点给气了个半死 第二天 史瓦罗打开自己家门之后 看见躺在门口的女人 差点被吓了一跳 史瓦罗 你要是再不开门的话 我都要被冻死了 说完这话之后 克拉拉便准备进入史瓦罗家里面去 这位姑娘 你不要随便进入我的房间 这是十分不礼貌的行为 况且 我们还不认识 和自己吃了一顿饭 还和自己聊了那么长时间的天 现在这史瓦罗 居然说不认识自己 克拉拉差点都要被欺诈了 史瓦罗 你有没有良心啊 我都是为了你 所以才来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要不是为了你 谁愿意跟着你来这种地方 你要是不认识我 昨天你去和我吃饭干什么 你都答应和我一起去吃饭了 现如今居然还能够说出来这样的话 就算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交情不深 好歹也是 吃过一顿饭的感情 你现在居然敢说不认识我 看着克拉拉那愤怒的眼神 史瓦罗剩下的话 在口中是怎么也说不出来了 那 那你先进我的房间里面 来恼活恼活吧 等你人舒服了之后 再回自己家去 进入到史瓦罗家之后 克拉拉看着自己眼前的场景 不要被震惊了 这哪里像一个家 这简直就像 像是冷冷清清的陈列馆一样 怪不得你一直装不认识我呢 原来你这人 本来就是一个十分冷淡的人 不过 我挺喜欢你这样的 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 明明是一个没有任何印象的人 但总是忍不住 想要把自己所有的事情 全部告诉他 对不起啊 可能之前我们两个人 确实见过面 也确实吃过饭 也有可能 我们两个人相谈甚欢 只不过 我这人记不住是 在我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 有时候一两个小时会忘记 有时候是一两天这个 我也说不准 可能我们两个人之间见过面 但我这人 剩下的话 克拉拉并没有听下去 而是直接就捂住了史瓦罗的嘴 好了好了 这件事情 算是你的一个伤疤 你不用和我说清楚的 我现在已经知道了 以后我会尽量迁就你的 你要不然准备一个本子 将我的模样记下来 然后再写上 我是你特别重要的人 这样的话 以后你看到那个小本子 就能把我记起来了 还有你要不然 给我配一把你们家的钥匙 从明天开始 我就每天来找你 这样的话 你就能够一直记得住我了 史瓦罗听到这话之后 脸上露出十分震惊的表情 毕竟从小到大 只要有人听到自己 有这样的疾病之后 他们都会觉得自己是个怪胎 不愿意接近自己 克拉拉还是第一个 说出这样话的人 还是算了吧 我这样的人 就是一个怪胎 你一直把时间浪费在我的身上 实在是太不值得了 看着史瓦罗那自清自荐的模样 克拉拉可是忍不了 怎么说 也是自己看中的男人 最起码自信是要有啊 为什么会这样觉得啊 我觉得 你这样挺好的 不记仇 如果和你成为朋友 能够被你记得住 我觉得是一件 十分幸运的事情 而且 你这样的人 说不定在世界上 是独一无二的 可比那些泛泛之辈好多了 既然神 给你这样的能力 那就证明 它肯定是有一定作用的 就比如说我 我可以记得 昨天发生的事情 我也可以记得 前天发生的事情 可是那些不好的回忆 留在我的脑海中 只会让我更加的难过 我还希望有你这样的能力 不管是开心的 还是难过的事情 我都可以第一时间忘记 难道你不觉得 拥有这样的能力很酷吗 第一次被人夸赞的史瓦罗 坐在沙发上 颤颤巍巍的 我不知道 只是大家觉得 我怪 我就 行 我知道了 你可以闭嘴了 那是因为 之前你并没有碰上我这样的人 现如今你碰到我了 上天就是派我来拯救你的 你以后大大胆胆地 出去和人交流 就算不记得 他们又能怎样 人只需要记住自己 真真正正的朋友就好了 就像我现在 我是你真正的朋友 我就会想方设法地 让你记住我 那些不在乎你 或者你不在乎的人 你压根就没有记住 他们的必要 记住那么多人干什么 人生在世 只要有一两个好朋友 就足以了 听了克拉拉的开导之后 史瓦罗突然又觉得自己 好像获得了重生一般 沙发上坐了一会儿之后 史瓦罗突然想起来了 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然后就开始在自己的柜子里面 开始翻找了起来 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之后 史瓦罗突然就笑了出来 我找到小本子和笔了 我现在就给你画像 而且 我还要把你今天告诉我的话 全部记下来 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 看着史瓦罗那明媚的笑容 克拉拉突然觉得自己 十分的邪恶 毕竟自己从一开始 接近史瓦罗的目的并不单纯 刚才和他说那样的话 不过就是为了证明 自己的眼光没错罢了 现如今看着他那单纯的眼神 克拉拉就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 还是罪生恶极的那种 在史瓦罗这边忙完之后 克拉拉突然想起来 自己昨天离开的时候 可是要告诉了布罗尼亚 自己一定会回去的 现如今 自己一夜无未归 说不定基地里面 早都闹翻天了呢 史瓦罗 我要回我的家里面去 因为昨天晚上 我一晚上都没有回去 家里面的人说不定会担心我 明天我再来看你好不好 克拉拉 你的家里面 有没有多余的地方可以让我住啊 我可不可以陪你一起回去 一想到克拉拉要回去 史瓦罗也不知道怎么了 自己就是不想和他分开 我的家里面 当然有多余的地方可以让你住了 只不过你的性格比较内向 你确定住在我家没问题吗 我怕我家人来人往的 会打扰到你 没关系的 只要能够和你在一起就好了 我就想要一直陪在你的身边 看着史瓦罗那傻乎乎的模样 克拉拉都不知道 自己该怎么说了 毕竟他刚才说出来的那话 实在是太够人了 果然 当克拉拉带着史瓦罗回去的时候 布罗尼亚一脸恨铁不成钢地看着他 克拉拉 你也太过分了吧 昨天晚上你离开的时候 是怎么和我说的 结果呢 你知不知道为了你 我昨天晚上担心了一整个晚上 但是一想到你都是一个成人了 我又不好意思惊动附近的其他人 你还没有第一时间回来 要不是我去找可可利亚 他说 你在外面肯定没问题 我都准备在整个基地里面 张贴寻人启事了 听到这话之后 克拉拉心里面 可是十分感谢可可利亚 拦住了布罗尼亚 要不然 这会儿自己昨天晚上一整个晚上 没有回来的事情 估计早都已经传遍基地了 基地里面的那些男人 总是用有色的眼光来看自己 在他们的心中 说不定自己早都已经 把那些不堪的事情做了个遍了 史瓦罗家离咱们这儿实在是太远了 昨天晚上 我和他在那边逛了逛 看着天色已经不早了 我就没回来 忘了没有告诉你 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而且我们两个人 今天一大早就已经动身了 谁知道回来的事件 布罗尼亚听到这话之后 直接摆了白手 行了行了 你现在先别和我解释了 昨天晚上的事情 我都已经告诉可可利亚了 他说 等你回来之后 让你第一时间就去找他 瞥了一眼 站在旁边的史瓦罗 布罗尼亚 又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你走的时候 把他也一起带走 千万别让他留在这儿 我和一个男人独处 我十分难受 克拉拉听到这话之后 点了点头 便带着史瓦罗 去了可可利亚的家 零七夜在可可利亚的家 这一点 让克拉拉不是特别震惊 可是 当看到克拉拉身后 跟的是史瓦罗之后 可可利亚的下巴都 快要被禁到地上了 把两个男人 安排在了一起之后 可可利亚 就把克拉拉拽到了旁边 克拉拉 你可千万别告诉我 昨天晚上你夜未归 就是留在了 那个男人家里面吗 你今天居然还把他 带到这儿来了 难不成你以后打算 让他住在你家吗 昨天晚上 我跟着史瓦罗 一起去了他家 结果他转头 就把我给忘掉了 我就在他家门口 睡了一个晚上 今天早晨醒来之后 针对他的问题 我们两个人探讨了 好大一会儿 将所有的问题 全部解决之后 我准备回来 结果他说 要和我一起回来 当他可怜巴巴地 望着我的时候 我也只能把他带上了 毕竟他一个人 在那么大的房子里面住着 孤苦伶仃的 我有些于心不忍 可可利亚在听到这话之后 也只能默默地叹息了一下 然后就开始 敬佩起了克拉拉的美貌 毕竟自己之前 为了迎宗铁卫军的事情 找了史瓦罗许多次 每次都是被他拒之门外 好不容易能够进去 结果那家伙 半天都说不出来一句话 现如今 这克拉拉不仅能够进到他家 还能把人直接从家 给领过来这种人物 自己是 着实佩服的不行 既然你 已经把人给带出来了 那你就要 对人家负责 还有史瓦罗 有没有跟你说过他到底 是因为什么不参加 迎宗铁卫军的 还有 他为什么一个人 住在那么孤僻的地方 这些东西 你有没有了解到一些 本来想要将所有事情 全部告诉 克克利亚的克拉拉 一想要再和自己 说这话的时候 十分落魄的神情 克拉拉便觉得自己 应该把这些事情 先瞒下来的 我们两个人 也就是探讨了一下 他昨天为什么说 不认识我的事情 至于其他的 我也不好多了解 毕竟我们两个人 认识的时间也不长啊 如果你放心 他住在我们家 我一定帮你把这些东西 全部打问清楚 尽量让他去参加 迎宗铁卫军 昨天我都看了 他那体格不参与迎宗铁卫军 实在是太可惜了 把这话说完之后 克拉拉这才突然反应过来 自己说话的语气 十分暧昧 我 我和他没什么的 我们只是 行了 你不用解释了 我知道你们两个人之间 清清白白的 昨天晚上 你连房间都没有进得去 不过这下住在你家 你这属于进水楼 抬仙得月 以后会不会发生点什么 嘖嘖嘖 听到可可利亚 这调侃的语气之后 克拉拉的脸 羞得那叫一个红 可可利亚你别太过分了 你要是继续这样 调侃我的话 那我可就要在 整个基地里面 说一下你们两个人的恋爱日常了 就在气氛十分尴尬的时候 林七叶突然走了过来 克拉拉 我已经猜到 史瓦罗因为什么不认识你了 你要不要听一听 克拉拉在听到这话之后 神情十分的慌乱 他本来就是害怕 史瓦罗一个人 留在家里面无聊 便带着他出来的 谁曾想 这林七叶居然这么的聪明 我现在一点都不想知道 我突然想起来 家里面刚才走的时候 还热了一点东西 我怕一会回去晚了的话会出事 我就先带着史瓦罗离开了 说完这话之后 克拉拉就急匆匆的 带着史瓦罗离开了 林七叶和可可利亚两个人 只能看着那两人匆匆离开的背影 等到人彻底走之后 可可利亚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刚才觉得不对劲的地方了 林七叶 你能和我说一说 你你发现史瓦罗哪不对劲了 他应该是小时候 受过什么刺激或者创伤 然后导致对所有事情 都只拥有短暂的记忆 刚才我们两个人在交谈中 我发现 他总是会忘记 不久前说出来的话 他不愿意参加营中铁卫军 也不愿意和人交流的原因 就是这个吧 因为自己的记忆力实在是太差了 害怕拖累自己的队友 所以宁愿不参加这些东西 也不愿意给任何人带来拖累 听到林七叶这样 和自己解释 可可利亚这才点了点头 那克拉拉应该是知道了 这件事情的 可能是害怕其他人 用有色的眼光来看史瓦罗 所以才刚才不愿意和我说的 说完这话之后 可可利亚这才反应过来 林七叶既然知道 有这种疾病的存在 那就应该对这种疾病的治疗方法 有一定的了解吧 那你有没有把握 可以治好史瓦罗 要是你有的话 我可以去找克拉拉谈谈 让他和史瓦罗说清楚 你为他治疗怎么样 林七叶到这话之后 在自己的系统中查找了一下 发现了这种疾病的治疗方法之后 这才答应了下来 这种疾病我可以治疗 不过得病人配合我 要是史瓦罗不愿意配合的话 那我也没有办法 你还是先和克拉拉商量一下吧 可可利亚在听到这话之后 自然是一刻也等不得了 毕竟史瓦罗的身体素质 实在是太厉害了 要是克拉拉能够说服他的话 那史瓦罗加入银中铁卫军的时间 不就指日可待了吗 回到家 还没有来得及卸一下的克拉拉 打开门的那一刻 看到可可利亚之后 就准备将门赶紧关上 克拉拉你先别着急关门 我有事和你商量 史瓦罗的病有办法可以治好 是林七叶刚才和我说的 本来还想要继续 和可可利亚做斗争的克拉拉 在听到这话之后 立刻就将门给打开了 而可可利亚没有防备 直接就给摔倒在地上了 听到 咚 的那一声 克拉拉都忍不住颤抖了一下 好在可可利亚在摔倒的时候 及时调整了身体的防御机制 并没有受伤 你刚才告诉我说 林七叶说 史瓦罗的疾病可以治好 这是真的吗 你可千万不能骗我 当然是真的了 我怎么可能骗你呢 不过林七叶告诉我 治疗的时候要病人配合 我现在来找你 就是为你让史瓦罗 配合林七叶去治疗这件事情 你又把握没 克拉拉怎么也没想到 史瓦罗治疗的关键 居然处在了自己的身上 他还有一些震惊 一想到史瓦罗在治疗好之后 可以为基地创造许多 克拉拉也只能点了点头 这件事情 我也不能给你保证 说我绝对能够做好 不过 我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 去说服史瓦罗的 明天我给你一个答案怎么样 莱还以为自己最起码 要等个十天半个月的时间 一听到 明天就可以得到答案 可可丽亚自然是十分欣喜的了 送可可丽亚离开之后 克拉拉便转头看向往 坐在沙发上 一脸同贞的史瓦罗 史瓦罗 你有没有想过 治疗好你现在这个疾病 等到治疗好之后 你就能够记得所有的人 记得所有的事情了 你愿不愿意 听到这话的史瓦罗 还有些没有回过神 他怎么也没想到 困扰了自己这么久的疾病 居然可以治好 要是可以的话 我当然想治疗好了 克拉拉很满意史瓦罗的这个答案 我有一个朋友 可以治疗好你这个疾病 不过他说 前提是 你得配合他 明天我带你去在他那看看 要是能够治疗好的话 咱们就治疗 不好的话就算了 行吧 史瓦罗听到这种话之后 自然是开心的了 好 我到时候一定配合 只要能够将我的这个疾病治疗好 不管让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两个人再继续说了 一会话之后 便赶紧洗漱 准备入睡了 毕竟他们明天还要去找可可丽亚呢 第二天 可可丽亚起了一个大早 就坐在自己家中等 史瓦罗和克拉拉上门 果然 可可丽亚没等多大一会儿 克拉拉就和史瓦罗两个人一起过来了 可可丽亚 昨天晚上 我已经和史瓦罗商量过了 他说 愿意配合你们治疗 你有没有问过 零七夜这个治疗需要多长时间 有没有失败的可能性 准备进门 零七夜听到 居然有人质疑自己 当即就不乐意了 只要是我说可以治疗好的 那就肯定可以治好 你就放心吧 这个治疗周期 也花不了多长时间 三五天就可以好了 我看史瓦罗的身体素质不错 最多应该三天吧 到时候 他就能够记得任何事情了 克拉拉听到这话之后 可是高兴得不行 将史瓦罗安排进自己专门准备的房间之后 可可丽亚便拉着克拉拉和他一起出去了 可可丽亚 你这人怎么是这样 你明明知道 我对史瓦罗的事情有多上心 你居然还不让我在旁边看着你 这不是要让我着急死吗 可可丽亚听到这话之后 也是十分无奈 毕竟零七夜用来治疗疾病的方式 和平日里大家见到的不太一样 要是自己不把克拉拉拉走的话 让克拉拉看到 零七夜的治疗方式与众不同 万一他把零七夜当成怪类了 那可就不好了 零七夜做事的时候 不喜欢旁边有人的 之前我们出去修理东西的时候也是那样 我都不能在他身边看的 更何况你呢 你就放心吧 史瓦罗交给零七夜 绝对没问题 看着克拉拉对史瓦罗那担心的模样 克克利亚这才算了一口气 之前自己还害怕克拉拉 因为自己和零七夜在一起的事情 受到什么打击 现如今看来那些担心都是白费的 毕竟克拉拉现如今心上 已经有了一个史瓦罗 克拉拉 你能和我说一下 你为什么会喜欢上史瓦罗吗 他连你都记不住 你看起来像个木头一样 你为什么会对那样的人心动 基地里面那么多优秀的人喜欢你 你为什么不喜欢 反而要去喜欢 连你都记不住史瓦罗 难不成就是因为史瓦罗看起来比较老实吗 克拉拉拉听到这话之后 脸红了一下 然后有些不太好意思的 低下了自己的头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第一天 我和史瓦罗相遇的时候 闹得还有一些不愉快 我当时不小心把他给撞了一下 他给我说话的语气 还不是特别好 结果看到他那背影之后 我就突然明白了 书中写的怦然心动是什么意思了 然后我就在人群外等着他出来 想着请他吃一顿饭 结果他居然不认识我 我一下子就对他来了兴趣 追着他回了一趟家 知道了他的那些过往 听到他毫无波澜地说起那些事情之后 我对他好像有点心疼 我就是觉得他从小到大周围 没有一个认识的朋友 甚至连自己住的地方 都是荒无人烟的 那一刻我就觉得他特别可怜 我想要和他做朋友 结果他太真诚了 我想要从他家离开的时候 他可怜巴巴地望着我的那一刻 我就觉得我应该把他带走 他就应该在外面和其他人交朋友 有些事情可能就是上天注定吧 你说基地里面那么多男人追求我 可是我一个都不心动 就是这个 施瓦罗让我想要一直守护着他 就是那种感觉太迷人了 可可丽亚听着克拉拉诉说 自己心动的故事 突然想起来 自己第一次见零七叶的时候 好像也是那种感觉 那你能和我说说 当时为什么觉得 你喜欢零七叶吗 被人家的女朋友这样问 就算克拉拉平日里脸皮在后 这会儿也有些不太好意思了 当时我就觉得 零七叶是咱们整个基地里面的大英雄 我这样漂亮的人 就应该配一个大英雄吧 鬼迷心俏的和他表了白 谁知道 人家压根就对我不上心 喜欢你这个大守护者 这可能就是你的人格魅力 吸引到了他 两个人边走边说 转了好大一圈之后 这才回去 零七叶看着已经完全恢复了的 史瓦罗都有些震惊 他没想到 这家伙居然厉害到这种程度了 那你对你之前发生的那些事情 还都记得吗 史瓦罗听到零七叶的这话之后 有些疑惑 你说的是哪些事情 我现在脑海中 只对克拉拉一个人 有一点点印象 对于其他的人 我是半点印象都没有 正准备进门的克拉拉 在听到这话之后 可是被感动得不行 零七叶 你们两个人 怎么坐在这还聊起来了 明天还要我带史瓦罗过来吗 为了避免自己被人调侃 克拉拉便先发制人 明天不用过来了 史瓦罗的身体素质 实在是太厉害了 他忘人的那个毛病 已经完全被治好了 你们两个人 可以放心去培养感情了 对你们两个人 以后没有多少影响的 本来以为自己 可以避免一场调侃的克拉拉 怎么也没想到 这零七叶 居然也是一个腹黑的 可可丽亚 看来你要好好管一下你的人了 说完这话之后 克拉拉就拽着史瓦罗离开了 在房间里面的可可可丽亚 则是一脸担心地看着零七叶 而且在帮他治疗之前 我已经给他打入了麻醉剂 说完这话之后 零七叶的脑海中 突然蹦出了一个想法 可可丽亚 你有没有发现 这儿的人都是依靠 平日里打猎获得的那些食物 来果腹的 你都没想过 你们靠自己的双手 种植一些植物 来补充你们体内 所需要的营养吗 显然这种想法 在之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可可丽亚瞪大双眼 看着零七叶 等他把话继续说下去 我在我的系统中发现了一些 我们那个地方吃的植物种子 那些可以补充 人体所需要的一些营养 你们平日里 大多都是以肉为食 等到天寒地冻的时候 你们这儿压根 就没有什么植物 我可以给你们提供技术和种子 让大家试着种一下怎么样 可可丽亚在消化了好大一会儿 才反应过来 零七叶 那你刚才说的意思 是不是冬天 我们都可以吃到那些 绿油油叶子一类的东西 对 就是这样 听到零七叶 给自己说出了肯定的答案之后 可可丽亚可是高兴得不行 那既然你可以给大家提供的话 那我们就抓紧时间种植吧 趁着敌人这段时间 还在休养生息 银宗铁卫军 可是有大把的时间的 看着可可丽亚 比自己还着急的模样 零七叶笑着点了点头 你可以从今天开始下令 让银宗铁卫军们 将地给除好 然后我选择一小片田地 先进行试验 等到东西种出来之后 让所有人品尝之后 再让大家决定 要不要大面积的种植 毕竟这件事情 你一个人说了不算 况且 现在这种时间天寒地冻的 我们也需要制作一些 特殊的房间 在那些特殊房间里面 进行种植 要不然 长出来的植物 会被这种环境冻死的 听到零七叶这样和自己说 可可丽亚这才反应过来 刚才是自己太过心急了 行 都听你的 反正我对这方面 也不是特别了解 所有的一切都由你来决定 可可丽亚都已经批准同意了 零七叶便去 银宗铁卫军里面 找了两个自己特别信的过的人 再叫了一个史瓦罗 三个人便开始忙碌起了 种植蔬菜的事情 当一个白色的小房间搭好之后 整个基地里面的人都震惊了 毕竟那种小房间是全透明的 里面又不能住人 不知道零七叶将那种东西盖出来 到底是想要干什么 在大家的不解声中 零七叶将自己准备的 第一批蔬菜种子全部播种 过了半个月 当那些绿油油的菜芽 全部冒出尖来 零七叶和可可丽亚两个人 可是高兴得不行 再过一周 这些蔬菜就可以全部采摘了 到时候 请大家吃一顿蔬菜宴 你可以和基地里面的人提前说一声 看着站在自己面前 为自己的基地里面 解决时事的零七叶 可可丽亚高兴地上去 就亲了她一口 这个是给你的奖励 等到你以后完成得更好了 给你更多的奖励 这话说完之后 可可丽亚就害羞地跑掉了 毕竟 这可是自己第一次 做如此大胆的事情 在一周后 第一批蔬菜终于成熟 零七叶也是按照 可可丽亚说的那样 将所有的蔬菜收获之后 便给大家做了一顿蔬菜宴 许久没有见过绿色食物的 整个基地都沸腾了 毕竟这种东西 他们许久才能吃一次 可是要比肉还更加珍贵呢 当所有人都吃得 酣畅淋漓的时候 零七叶这才站在了最高处 各位 你们现如今吃的这些蔬菜 全部都是这段时间 我在那个白色的小房子里面 种出来的 我的手里面 现在还有种子 我现在就是想和大家商量一下 你们想不想要实现蔬菜自由 要是想的话 咱们就再多建造一些那种小房子 然后将蔬菜的种子 播种在里面 这样一来 不管是什么时候 大家就都能够吃上绿色的蔬菜了 同样 我这还有一些其他的种子 大家也可以同时 将它们播种在地里面 一听到可以实现蔬菜自由 整个基地里面吃饭的人 全部停下了自己的筷子 零七叶 你要和我们保证 我们只要种植下去 那你就一定可以长得上来 有一个人的话 刚说出来之后 一直在给零七叶帮忙的 那两个银宗铁卫军 直接就站了出来 你们就别问零七叶了 就我们两个人 都能够给你保证 这个过程 我们两个人一直跟着零七叶 这些东西的种植流程 我们可是再熟悉不过了 你们都不清楚 我们可是亲眼看着那些绿色的小牙 一下一下发出来的 银宗铁卫军在基地里面 可是最受人敬重的了 当他们都说出来这样的话之后 其他人自然是不会怀疑了 零七叶我们愿意 相信你跟着你一起去种植这些蔬菜 不过你们你总得和我们说一说 你那儿到底有多少个种子吧 就是 而且你刚才说的那蔬菜自由 完全就是乱说吧 毕竟你那儿的种子 肯定是有限的 自己不过就是刚刚安静了一小话 这些人就已经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了 零七叶十分无奈地扶了扶自己的额头 大家可以放心种子管购 我可以保证 每家每户都能够分到种子 而且 我给大家提供的那些东西 当他们成熟程度太过的时候 便会自己长出种子 我会把种子的收集方法交给大家 大家可以将那些种子留下 等到合适的时间将它们给种植下去 有银宗铁卫军在那儿做保证 还有大守护者在旁边看着 大家自然是放心的不行了 况且 他们今天也是吃了这些东西 味道确实很不错 很快在零七叶的带领之下 整个基地都开始种植起了蔬菜 当大家种植下去的第一批蔬菜 获得收成之时 所有人都将自己家种植出来的蔬菜 拿出了一部分送给了零七叶 看着自己的房间里面堆了许多的蔬菜 零七叶只能绞尽脑汁地 将它们给全部做成可口的小吃 分给大家品尝了起来 零七叶的手怎么这要巧啊 你在你们那个地方 是不是一名厨师啊 可可丽亚边吃边赞叹着 毕竟自己的手艺都没有零七叶的好 不是因为我是厨师 是因为你们对这些蔬菜的了解程度不太够 之前并没有吃过这些东西 对它们的制作流程自然不是很熟悉了 我使用这些蔬菜的时间 可是要比你们多得多 要是我还不能将它们做成好吃的味道 那我之前不都是白吃了吗 可可丽亚听到这话之后点了点头 并没有说话 因为她的嘴里面 现在可是塞满了零七叶给自己拿来的小吃 零七叶刚回家 还没等她歇下来呢 石瓦罗就敲响了她的房间门 零七叶 你可不可以教一下 那些小吃怎么做啊 克拉拉说她特别喜欢吃那些东西 我就想着在你这学一下 回去之后我也可以给她做了 这样一来 她就不用去可可丽亚 那一直曾吃的了 听着石瓦罗的话 零七叶十分无奈地撇了撇嘴 谁能想到 石瓦罗看起来像是个渣男 结果也是个恋爱脑 在石瓦罗糟蹋了零七叶许多的蔬菜之后 还是没能做出来一个像样的小吃 零七叶赶紧将她推出了自己的厨房 石瓦罗 不是我不愿意教你 是你实在学不会 你看 今天我教了你一整天吧 结果你一样都没学会 还做见了我那么多东西 你不能继续这样学下去了 浪费东西是不好的 做小吃这种事情 压根就不适合让你来 你就应该让克拉拉自己去学的 我觉得 你就适合拿着锄头去地里面 或者等到敌人以后 来了上阵杀敌 这些事情比较适合你 你还是趁早死了那条心吧 听到零七叶对自己的评价之后 石瓦罗直接就红了眼眶 你会的东西 为什么我就是学不会啊 这样下去的话 克拉拉会嫌弃我的 看到这一幕之后 零七叶这才明白了 石瓦罗一直这么坚持下去的原因是什么 你是不是听基地里面的人 说克拉拉之前追求过我 我和你说 那就是克拉拉之前不懂得 什么叫做喜欢胡乱说的 那小丫头骗子 当时就是觉得我特别厉害 觉得我是个大英雄崇拜我 所以才会说出喜欢我那样的话 你可千万别因为这种事情难过 你们两个人要是有什么的话 你可以第一时间去问克拉拉拉的 克拉拉那人性格特别的直接 有什么事情 他不可能藏着掖着的 本来就难过的石瓦罗 在听到这话之后 更加的难过了 就在零七叶不知道自己 该怎么安慰他的时候 克拉拉终于找上了门 石瓦罗 快点 你和我回家 我给你做了许多好吃的 我给你做的那些 可是要比零七叶 给可可利亚做的更好吃呢 把石瓦罗拉了一下之后 克拉拉这才看到 石瓦罗那通红的眼眶 零七叶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把石瓦罗怎么了 他今天出来的时候 明明还是开开心心的 怎么才出来了 小半天就变成了这样 你是不是在这欺负他了 看着克拉拉和自己 心事温罪的模样 零七叶也是十分的无奈 还不是怪你之前 你追求我的事情 在整个基地里面 弄的是风言风语的 石瓦罗应该是从谁那儿 听到了一些风声 他今天过来 在我这儿学做那些小吃 没学会这会儿 整个人正难过呢 听到这个答案之后 克拉拉也是十分的无奈 自己之前也没想到 事情会变成这样 石瓦罗 你别听基地里面的那些人 在你面前嚼舌根 之前我是不懂得 什么叫做喜欢 不懂事的时候 和零七叶说的话 只有遇到你之后 我才明白 什么叫做真正的喜欢 我是想和你成为一家人的 要是你觉得 现在不安心的话 咱们可以现在去找克克利亚 让他为我们证婚 我们两个人明天结婚怎么样 本来还处在 难过之中的石瓦罗 在听到这话之后 立刻变得开心了起来 这件事情 现在还不能着急 我还没有攒到 一些值钱的东西 等到我准备的东西 可以让整个基地里面的女人 都羡慕你的时候 再和你结婚 不然大家都会笑话你的 吃了一嘴狗粮的零七叶 直接就将两个人给推了出去 这两个人也太讨厌了 刚才还在找自己心事问罪 现在又开始甜蜜蜜了 居然还是在自己面前 石瓦罗 克拉拉做的饭特别好吃 以后你就不用学了 让他学着做就行了 果然和零七叶猜想的一模一样 当零七叶把这话说出来之后 本来已经开心了的石瓦罗情绪 瞬间又变得低迷了起来 在把石瓦罗安慰好之后 克拉拉这才气冲冲地找到了可可利亚 可可利亚 到底管不管零七叶 你知不知道 今天就是因为他 我和石瓦罗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一直不是特别好 要不是因为他的存在的话 我们两个人感情压根就不会受影响的 他今天还在石瓦罗面前 说那种似是而非的话 石瓦罗的内心本来就敏感 今天他那话一说之后 石瓦罗委屈的都快哭下来了 最近基地里面 大家传的那些风言风语 可可利亚或多或少的 也听到了一点 看到克拉拉这么气冲冲地 来找自己心事问罪 可可利亚心里面 也有一点不舒服了 零七叶说出了什么似是而非的话 我想 他应该不是那样的人吧 况且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不太稳定 不是因为最近基地里面 一直在传之前 你追求过零七叶的这件事情吗 我想 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吧 这些难道不应该怪你吗 当初是你要追求零七叶的 又不是零七叶逼着让你追求他的 这些你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怎么能从我们家零七叶身上找原因呢 他有什么错 他不过就是在风头最盛的时候 吸引了你罢了 听到可可利亚德这话之后 克拉拉就知道 今天这人是要护着他们家零七叶了 算了算了 现在咱们两个人的情绪都不稳定 要是我继续和你说下去的话 说不定还会影响咱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等到这件事情过去了之后 咱们两个人再好好说一说吧 克拉拉从可可利亚德离开之后 想起来自己之前做的那些举动 越来越后悔 自己当初就不应该去追求零七叶的 要不然 根本就不会闹出来这么多的事情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让克拉拉痛定思痛 从那之后做起 克拉拉在每做一件事情之前 都认认真真的思考了起来 不再像之前那样风风火火的 零七叶看着第一批蔬菜收获了之后 心里面已经开始盘算起来 接下来该种植什么东西了 做主 您可以选择玉米种子进行种植 还在思考中的零七叶 十分讨厌自己的系统 拥有毒心术这一项功能 因为这样会显得自己特别的胆 不过在再三思考之后 零七叶还是决定采纳系统的建议 毕竟玉米是真的特别实用 不仅可以补充人体所需要的营养 而且还十分便于保存 已经尝过一次甜头的人们 在听到零七叶准备给他们 再发玉米种子的时候 大家都是十分开心的 这一次 零七叶已经懒到 不愿意给大家仔细地去讲解 该如何种植了 直接从人群中挑出了布罗尼亚 将所有的注意事项交代给他之后 便做起了甩手掌柜 而布罗尼亚则是不负众望 将零七叶交代的所有事项 全部注意到了 叮咚 恭喜宿主 积分再加一千 看到系统终于弹出来 这样一个对话框之后 零七叶高兴的 都差点再要在原地跳起来了 之前就是因为积分不够 在许多事情上面 都受了极大的限制 现如今积分数量足够的话 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可不少呢 可可利亚 接下来 咱们就让整个基地里面的人 开始学习种植玉米吧 那个东西 可是能做出来不少好吃的呢 能够让大家在寒冷的天气中 吃到绿油油的蔬菜 就光是这一点 已经让可可利亚很高兴了 她一点都没想到 零七叶居然还能够 给自己提供其他的可食用植物 当然可以了 关于种植这方面的事情 我全部都听你的 有了这个答案之后 零七叶这才放心大胆地 开始行动了起来 第二天 玉米种子就已经下发在了 整个基地里面 大家看着那小小的一粒东西 都有些震惊 零七叶 你确定这么小的东西 可以种植出来东西吗 你可千万别玩我们 就是 虽然说现在我们没有什么事情干 但你要是敢耽误我们的时间 我们一定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的 对 我们这些人是绝对不可能任你摆布的 要是你敢玩 我们你就完了 大家在下面叽叽喳喳地讨论着 史瓦罗听到这话之后 自然是忍不了吧 毕竟零七叶最近为基地做的这些事情 自己都看在了眼里 况且 没有零七叶的话 自己的这病根本就好不了 零七叶对自己来说 可是像救命恩人一般的存在 史瓦罗怎么可能会容忍 让这些人一直在这里欺辱零七叶呢 要是你们觉得零七叶不可靠的话 那你们就别跟着他一起种植不就行了吗 况且 现如今 种子也不过是 发在你们的手里 零七叶又没有强迫人 让所有人都要种植下去 你们有自主选择权 别在这儿 搞得好像零七叶强迫所有人 必须得种下去一样 你们要是有人不愿意种的话 可以把种子给我 反正我有的是利己 这些东西对我来说 不过就是小菜一碟 我全给种了 说这话的时候 史瓦罗已经开始在人群中转了起来 想要从大家手中将种子给要过来 可是在转了一圈之后 史瓦罗的手上还是空空如也 我转了一圈 也没有人把东西愿意给我 怎么刚才说话的那几个人 现如今都已经原地消失了吗 要是你们愿意种的话 就在这儿都给我安静下来 听零七叶的安排 要是你们不愿意的话 把东西现在就给我 你们可以离开了 刚才在说话 那几个人站在原地 自然是开始面面相去了起来 毕竟蔬菜他们也是跟着一起吃了的 那味道 这次将种植玉米的机会交出去后面 万一真的大家种植成功了 对他们来说可是极大的损失 况且在这种场景之下 他们交出自己手中的种子 那不就明摆着 想要和零七叶作对吗 不说其他人了 就光可可利亚 说不定都会给他们穿小鞋 零七叶 我们愿意相信你 你说什么 我们就跟着你做什么 是啊 我们的神 从一开始 所有人都是愿意相信你的 神 请名降临改变我们的生活吧 看着这些人像墙头草一样两边倒 史瓦罗没忍住 直接就哼了一声 虽然说大家心中都有意见 可是当看到他身边站的克拉拉之后 也只能把那些不快 全部忍了下去 毕竟克拉拉在整个基地里面 那可是小霸王一般的存在 要是惹怒了她的话 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的 零七叶将所有的种植事项 全部叮嘱了一遍 还专门将克拉拉 布罗尼亚和史瓦罗三个人叫在一起 对他们进行了培训 刚才我给你们交代的那些注意事项 你们全部听清楚了没有 在史瓦罗和布罗尼亚都点头的时候 克拉拉与众不同的摇了摇头 零七叶 我不明白 为什么你要不选择不定期的浇水呢 定期浇水到时候 收获的不是应该更多吗 你想啊 你对玉米照料的十分细心的话 那它的收成一定不会差的 要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话 那结果肯定不会好啊 你就应该让我们定期浇水 那种不定期浇水的风险太大了 要是大家白忙活一场 那该怎么办 零七叶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想了一遍 但唯独没想到 克拉拉能问出来这样的问题 我让你们不定期浇水 就只是为了保证那央苗绝对能够长出来罢了 你要是一直定期浇水的话 玉米的根只会停留于表面 那样的话 是经不起自然界的任何雨打风吹的 你是想要吃它的农作物 并不是将它当作花草一样种出来供你欣赏的 完全没有必要进行那么精细的培育 要是你定期浇水的话 玉米长出来之后会有依赖性的 那样是不利于种植的 听到这番解释之后 克拉拉这才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没有任何问题了 既然你们三个人都没有问题了 那这次玉米种植的任务 就交给你们三个人了 具体的操作步骤 我也都和你们说了 你们三个人负责给整个基地里面的人教会 后边的作物还挺多的 你们在教的时候 也可以注意一下 看基地里面有哪些学得比较快的人 将他们培养出来以后 就可以专门负责基地里面的种植辅导工作 三个人对于这种安排 自然是没有任何意见的 灵七夜能够将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们 就是因为灵七夜足够信任他们 灵七夜 你就放心吧 在我克拉拉的英明带领之下 我们三个人一定会完成你交代下来的任务 旁边的布罗尼亚和史瓦罗两个人 看到克拉拉那副打了鸡血的模样 都是十分无奈的表情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克拉拉居然在这种事情上这么伤心 尤其是布罗尼亚 他可是第一次看到 克拉拉居然能够给人打包票 说完成一件事情 这可真是火酒店啊 灵七夜 要是你愿意将这件事情全部交给我们 那我们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你就放心吧 当站在后面的史瓦罗 说出来这样的话之后 灵七夜这才松了一口气 只要他能当这三个人的领导者的话 那自己可是会放心不少呢 我特别放心 你们这件事情 就由你们三个人去办吧 而且 我已经和可可利亚商量过了 他都已经同意了 整个基地里面的最高决策者都同意了 那他们自然是没有什么意见了 三个人在将所有的注意事项 事无巨细地问清楚之后 便从房间里面离开了 从里面房间出来的可可利亚 瞪大了双眼 看着灵七夜 灵七夜 你什么时候和我说过啊 我从一开始就不知道 你怎么还能骗人呢 听到这话的灵七夜 不好意思地挠了挠自己的脑袋 我这不是怕他们不愿意相信我吗 有你的话 可信度就高多了 你就放心吧 那三个人做事都比较稳当 虽然说克拉拉平日里杂杂呼呼的 可是当和整个基地里面的民生问题有关的话 他肯定会上心的 克拉拉对于灵七夜看人的眼光 自然是没有什么意见的 听到这话之后也点了点 也只能点了点头 毕竟任务都已经分配下去了 自己现在如今也不好拆灵七夜的台 当在田地里面等着的人 看到没有灵七夜之后 都有些不服气 灵七夜为什么就派你们几个来 是不是他觉得 我们这些人配不上他的身份 所以不愿意亲自来教我们 你去和灵七夜说 让他本人来 要是他随随便便派个人的话 我们可不接受 就是总不可能 他和大守护者谈了的恋爱 整个基地里面的事情 都顺着他的心意吧 我们还有意见呢 确实 今天灵七夜不来的话 我们就不下地 全部都在这等着他 布罗尼亚看着基地里面这些人 说出来这样的话就明白 他们应该是 想要针对灵七夜 可是他们没想到 灵七夜居然派了他们来 让这些人的计划 给全部落空了 就在布罗尼亚 还要想对策的时候 克拉拉可是一点 都不关着这些人 将刚才说话的那几个人 手中的玉米种子 夺过去了之后 克拉拉这才心满意足地 拍了拍自己的手 既然你们不愿意种植 那你们就离开啊 反正我们又没有求着你 让你非要在这种玉米 到时候没有吃的 是你又不是我们赶紧走吧 别在这打扰我给其他人叫 灵七夜今天不可能来的 你们不是说 灵七夜不来 你们就不弄吗 不弄刚好 我还希望整个基地里面的人 都不愿意种植呢 那么多田地 还有这么多剩余的种子 我自己一会儿种下 等到收获的时候 我自己吃 多吃点不就行了 那几个刚才在那装腔做事的人 显然没想到 事情发展到了这种程度 灵七夜就是让你来教我们的 难不成你这种态度吗 要是你这样的话 那我们今天就全部罢工 我看你到时候交给谁 克拉拉站在人群最前面 将所有的人全部扫视了一眼 这才慢慢悠悠地开口 我给你们选择的机会 以后灵七夜的种子 你们谁都拿不到 而且我们今天来的时候 灵七夜也告诉我们了 以后基地里面的种植工作 都交给我们三个人 你们要是敢惹怒我的话 以后我可是一点经验 都不传给你们 我看你们到时候 怎么把那些东西给种出来 果然克拉拉的这话 确实有十足的威慑力 刚才还准备闹腾的几个人 在听到这话之后 都面面相去 人群中本来想着离开的那几个人 都十分庆幸自己 刚才没有发出声音 克拉拉你别在这 拿着鸡毛当令箭了 你好去找灵七夜邀功吗 我可告诉你 这种事情你就别想了 别拿着我们去给你 当邀功的筹码 我们渴 我也没说 非要让你们留在这 我给了你们离开的机会 你们继续在这死皮赖脸的留着 那我有什么办法 我今天还就告诉你了 我做这些事情 都是为了基地里面的人好一点 都没有想要自己邀功的打算 要不是为了整个基地考虑 就算灵七夜今天来这求我 我都不愿意来呢 这种破地方 谁爱来谁来 把我晒得都快要脱一层皮了 你们是真的不打算种植吗 要是你们不打算种植的话 我就要回家去睡 我的美容觉了 克拉拉的这话说完之后 就准备转身离开了 而布罗尼亚和史瓦罗 也看出来了克拉拉的小心思 便假意拉着他 克拉拉 你在这开什么玩笑呢 咱们整个基地里面的人都是愿意的 要不然 我们怎么可能起这么大枣就来到这儿啊 这会儿 你就别和我们开玩笑了 刚才都是那几个不懂事 想要在这儿胡搅蛮缠 你可千万别生气 我们都跟着你一起种植 终于听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了 克拉拉这才俯了俯自己的衣袖 早这样说不就好了吗 赶紧拿着种子 跟我禁地吧 今天所有人都要把种子种下去呢 所在暗处的林七叶和可可利亚两个人 看到这幅场景之后 都是十分满意的 点了点头 看来林七叶当时选择让克拉拉 跟着他们两个人一起过来 确实是不错的 毕竟这儿的这些人 也就是只有克拉拉拉一个人 能够治得住了 就在整个基地里面的人 都在忙碌农活的时候 突然前方又传来了 即将开打的消息 林七叶也是没想到 这些人的行动居然这么快 距离上一次打斗 才过去多久啊 那些人都不休养生息的吗 他们一直这样 无穷无止地进行车轮战 难不成他们基地里面的 储备粮食很多吗 还是他们的人群数量 比咱们基地里面的人群数量 多不怕死